好吧 那我們再來聊 既然這樣子那 直接把話題拉到另外一個實驗性項目 我覺得這樣接還OK啦對不對 來聊就因為這好像那個什麼 馬大跟那個什麼 大俠都到了嗎 也就是說現在應該 線上同時有四個看過揍的人 今天節目的結構做的特別好 沒有是我決定的 靠北 剛剛那個中子通的那個 連接那個 我之前就有看過了 我對那個 對我對那個SOD那個女色血緣的印象深刻 你怎麼會突然講到中子通 剛剛那個有一個 那個我們網友提供了一個 連接啦 他就講說 SOD都找促男做企劃 他那一邊我剛好 之前就有看過了 那一邊蠻有趣的 知識量很高的 找促男做企劃 他找那個 曾經在SOD工作過的那個台灣那個 台灣女子社員 他現在那個女子社員已經回來台灣了 所以他就是有點提供業界的那個知識 他有那個 SOD工作第一線經驗 我之前看到我會覺得 還蠻有趣的 有很多 第一線才真正會有的那些經驗來 其實那還蠻值得一聽的 等一下去點來看 看了一片看久了 我要知道一點的一片的背景 而且那個我記得那個 我好幾個禮拜之前就貼給你 就貼在 就貼在 我們的群組裡面 你應該分享到粉專上面我就點來看 OK 好等一下 我 中 因為今天又有那個什麼 馬大跟那個什麼 大俠 就可以再提供 一些那個 不同的觀點 因為上個禮拜是我跟陳友兩個人在講 好再念一次啊 不信邪的若男和男友整人組成影像團隊 四處到處 到鬧鬼場景拍片破除謠言 六年前他們大膽闖入邪教儀式中的境地 觸怒了沉睡的邪靈 詛咒在世間蔓延 男友當場猝死 其他成員接二連三發瘋 離奇死於非命 唯一生款的是因絞傷而未進入的若男 六年後他女兒進化出當年儀式的符號 不僅時常對無人角落說話更出現奇怪的皮膚病 牙齒變得畸形發黑掉落 都是當年的邪靈作祟 若男為了拯救女兒不惜一切代價 決定冒著生命危險重回境地 找出詛咒的秘密 那那個什麼 劇情簡介寫得這麼 清楚 我上個禮拜也是這樣 還蠻完整的 他已經把這部片機幾乎要講完了 所以沒說那個 有什麼感冒啊 可是他雷在裡面 因為電影不是 不是這樣子線性講故事的 對 電影是跳著講的 所以你到後來才接起來啊 對啊 對啊 來那個什麼 那個找大俠先好了 因為你先首先你是最新鮮的嗎 那個什麼 剛剛走出來 聽起來怪怪的 剛剛走出來 剛剛走出來 剛剛看完了詛咒畫面嗎 裡面不是有一段那個給你催眠的那個 然後你已經中招了 來吧 對 重 重 因為那個其實那個 因為其實那個 你們這幾位那個前兩週都在討論這部片 但我覺得說我還是那個到電影院支持一下的 對 然後那個我進電影院那個發現的人還不少 喔那很好很好啊 對啊 太好了 太好太好了 他那個威秀不是有那個 你看那個時間表他有時候會亮 白色 黃色跟紅色 對 我看的那一天的那個威秀 喔那個 整個電影院就只有走 我時間表是不亮黃色 其他都是白色 不是那他的場勢多 他今天晚上的場勢很多嗎 開一廳啦 他沒有開兩 開一廳 是喔 喔 還可以啦 OK 沒有 我在想的是 因為通常 有的時候一部片那個什麼 票房好不好 的前面是在於他的聽數有沒有開得夠多 然後在某個方面來講 對啊 所以才問你這個 有很多人嗎 有很多廳嗎 這樣子 對 是沒有很多 那個 也沒有到很少 他開那個 還蠻大廳的 大廳 他開一廳 廠次不少 廠次不少 好開 看一下 我正好在廠 你是去哪裡看 威秀 新意威秀 金站 我在金站 金站維秀 我從那個 外面工作回來 就直接那個 一下高鐵就馬上直奔點 喔 好的 OK 真的是直尺 然後 來吧 來來來來來來 看完了感覺 你有 你有頭暈嗎 我沒有 我坐的位子還蠻後面的 因為我就看到那個陳佑說他有口韻 他有3D 對 我是不是 所以我那時候 訂票的時候特地選了比較後面的畫面 來吧 這個嘛 其實那個 揍的導演 柯夢榮 其實 他的那個年紀跟經歷差不多就是我們這個世代的 導演 柯夢榮要跟我一樣大 應該是差不多大的 對啊 我記得都是1983的 那他只小我一歲而已啊 所以馬大也跟大俠差不多大 我是1983的啊 對 我1982的 喔 我最老 我就1982 大俠這麼小喔 對啊 大俠這麼小 等一下 你說大俠這麼小是怎麼回事 你覺得 你覺得我跟 雖然大俠這麼小 但是 但是馬可都 欸你怎麼 什麼意思 不是 不是 你跟半屏豬認識很久嘛 所以我以為你們 我剛剛以為你講的是 器官的大小 我又沒看過大俠的器官 大俠這麼小 然後突然間 你突然就說跟我的一樣大 你是有看過我的 我又沒看過你們 怎麼會這樣 只要奇怪 你們這些瓜小 我是可以 跟你們的器官大小是不是 而且我就像可以 偷人看到器官 我也不想看你們的器官好不好 我不會靠我自己 而且我幹嘛靠我這個 我看的不行啊 好吧 圖有真相啦 來露一下 不要啦 那個 英諾就被BAN台了 這個 你剛剛 我相信我 我個人想看 好不好 我們任何一堆器官都不會想看 那哪一天我們這上面七個人找一天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繞一圈 然後再把兔子擴掉 大家互相比較一下 這個是那個 這不是那個育捕團的 那個育捕團裡面的劇情嗎 就是那個還裝龍頭什麼之類 還會吐煙啊 我記得那個 還可以伸長 還可以伸長 我們就一起去 好吧 我們就一起去泡湯就可以了 對啊 我突然間 那個時候 不過回到那個 原來講說那個年紀這件事 好 是因為我當了兵回來繼續當繼續念書 然後那個 大家應該是沒當 對吧 你是沒當 所以我才會跟你同一個年齡 我是替代義的 就是變成那個在大學的時候 我變成那個什麼 我大師的時候跟你大師的時候好像有 正好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啊 我在做學生作品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才認識啊 對啊 OK alright 來 老爸 解釋完了 解釋完了 反正大概跟那個導演同一個世代啦 跟柯夢倫同一個世代 所以大概 那個 柯夢倫他也算是 那個起步蠻早的一個導演啦 是的 他其實年輕的時候 對 就 他那個學生作品詭異 他那個時候就 因為他那個學生作品還蠻 聽說是蠻出色的 但我自己是不好意思 我自己是還沒有看過 對 但聽說那個時候就代表那個 他那個學生作品還蠻出色的 所以他那時候就已經 蠻有知名度 有一些知名在上面 然後他我記得他後來 曾經有一陣子 幫一些電影公司 那個 預告片啊 然後聽說反應都很不錯 一直到他 他出了 決命派對 這部片 決命派對這部片 我就想說跟我同一個世代 的導演 他那個 居然有機會拍了一個 那個 狂殺類型的國片 那個然後我就想說 女主角還是小哲瑪莉亞 小哲瑪莉亞 小哲瑪莉亞只有出現一下下而已吧 我記得 大概是前半部 但是 畢竟他那算是 那部片招牌之一 那時候那個 起過最大咖的 小哲瑪莉亞 對 算是最大咖 那時候算是最大咖 他整個宣傳都是 以小哲瑪莉亞在跑 然後我想說 那個既然有那麼難得的 一個機會 可以在台灣 看到這樣的作品 對 我覺得 我那時候還特地跑到 熱身電影院 去支持 所以你有看過 那要不要講一下那個 因為我沒有看 沒有機會看到 對啊 你們那個 那其他人呢 馬大根 陳佑有看過 絕命派對嗎 絕命派對沒有 你說肉輔團 不是啦 靠是絕命派對 不是啦 絕命派對啦 絕命派對 我沒有電影院看過 對啊 那個時候還沒看 對啊 那絕命派對 絕命派對 絕命派對他簡單的故事就是 一個 台灣的單純少男 就是我們男主角 他一直很 很愛戀一個 超級美的名模 對 超級美的名模 然後 然後 他某一天遇到某個神秘人物 然後就跟他說 你只要參加某個 神秘的活動 對就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錢 對 他就想說 那我就要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他就到了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就很多外國人啊 對很多那種很神秘的人啊 然後他也遇到了 他也剛好遇到了 他喜歡的 那個 女模特 對 然後他跟那個女模特就認識 然後呢 兩個人就開始有床戲 對 他就跟小生瑪莉亞有床戲 男主角就跟小生瑪莉亞有床戲 然後我就在那個熱身電影院的那個最大一幕 我就看到 小生瑪莉亞的那個兩顆胸部 對他直接大特寫 就直接在熱身電影院的那個 露點 喔 有這一幕 有這一幕 所以有露點 有露點 對 小生瑪莉亞那時候是那個 超一線的AV女優 對啊 你特地請她 小生瑪莉亞是當年超紅的女優呢 對 你請小生瑪莉亞 那時候請小生瑪莉亞 沒有讓他來一點床戲 對就就就好像那個 去排店吃那個 點沙拉爸吃而已 有點像這個感覺 可是真的有一部國片好像做了類似的事情 我記得李康生 對我記得李康生 跟那個 就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就是你找了一個女優來 結果 好像沒有做什麼 波多也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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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 好 OK 是 對 那時候 反正 他那個跟小生瑪莉亞 一夜激情之後 沒想到小生瑪莉亞 第二天 突然被人殺掉 然後那個 我們男主角 才發現說 原來這是一個 一個被有錢人控制的 俱樂部 有些人就是 偷錢 然後呢 去把一些 平民百姓 殘殺 對 以這個來 來讓自己開心 然後 片子 男主角就會看到 直接目擊到說 有幾個很衰的演員 對 我都忘記 有幾位就是台灣 算那個時候 還算實力派的那個 中間演員 對 然後呢 就被綁在舞台上 然後被 那個 被一些 看起來很那個 奇怪的人 給殘殺 就是 可能是 臉啊 被刺啊 或是手啊 手腳被鋸掉啊 這樣子 然後男主角就要想辦法 跟他 在那邊遇到的另外一個女生 想辦法逃出聖殿 是不是這樣子 雖然說那個 也有很多人都已經 出來了 故事好像 對 好像是似曾相似的感覺 但是至少 台灣有 那時候想到說 台灣有 還是這樣子的 作品 對 所以我那時候還是 去支持一下 但 有一個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我那時候看完的時候 就覺得說 第一個是 無論如何那個時候的台灣電製作 就是終究 跑 那個 避不開 那個技術層面的 落差 對 其實我剛才說 有很多很多的血腥場面 但其實 因為技術實在是 到不了那個程度 所以有些地方其實 都交代的 並沒有很清楚 他一些 裏面上應該要有一些 非常血腥 非常變態的場面 其實都 他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說 還好馬馬虎虎 其實 並不算太強的感覺 然後第二點是 有些硬體層面的東西 某些層次上的確有點隨便 這可能也要歸類在說 那個時候的製作團隊 可能也都是以省錢為重 想辦法說把一個 片子 趕快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把它給拍完 我剛才前面有講 男主角好像到了一個 非常有錢人的派對 但是那個有錢人派對 他並沒有把它拍得 好像 真的非常華麗 就感覺說 感覺就只是幾個 外國演員 然後 隨便聚在一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演戲 那種感覺 那種 很明顯 就發現說 感覺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錢 製作出來感覺的東西 那種感覺很明顯 那感覺我就想說 你有這個心 但是你那個硬體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 卻沒有辦法把它做好 你只要再多用點心 或多做點支援 對 就 或許那個整個硬體的感覺 就可以做到很好 然後第三個是 某些層上 雖然說 我們看這種片 通常不會太計較劇情 但是 雖然說我對劇情印象有點模糊 但是我記得我那時候看完之後 還是覺得說 這劇情也太單調一點了 劇情真的是 即使是以狂殺折磨片來講 還是 算是非常單調的一部片 就這樣順順看完 什麼特別轉折 都沒有特別緊張 就這樣看完了 所以我那時候多少少看完 全民派對的感覺 是偏失望的 但這不一定是導演 有可能是 就是那時候的 天使地利人和環境 其實都沒有辦法做到那麼好 某些程度上 算是這個 算是可以這樣做啦 那時候 讓我對 多少少讓我對這導演 有點失望的感覺 但後來就是聽說 他轉到其他的領域去 他拍了比較多的 NV啊 廣告啊 我想可能是想要多賺錢 而且再加上他其實 我覺得他在視覺 跟節奏上的 表現其實一直都不算太差 只要給他有發揮的時間 我記得曾經有一年 我自己是沒有見過他啦 我自己也沒有 但是我記得我有一年 就是我的工作 就我拍了一個 我沒有很滿意的片子 然後那個片子上完之後 反而我就想說 我沒有很滿意啦 沒想到那個 我那時候我們的那個客戶 他貼了 他覺得 他拍的很 他覺得他拍的很好的片 我不知道是他是要故意刺激我 還是貼的 不要難過 被刺激了 這我是不知道 我那個客戶就直接 貼在他自己的點數上說 他就說 這部片 這個廣告 拍的真好 我喜歡這種 很有玩真感的片子 然後我就看了 內容是 廟口在跳陣頭 然後他是某一個 線上遊戲的廣告 然後我看了 的確是拍的很好 雖然是拍的很好 很有那個 美感啊 節奏感啊 完成度都很高 然後我一看 那個導演 就是柯夢蓉 柯夢蓉的片 對不對 我那時候 對 我那時候就想說 是真的很好啦 但是 對 可能那時候 因為那個客戶的那個動作 讓你對那個 這柯倒的那個 內心裡面 突然有一點 疊搭起來 尤其是在 又過了一兩年 我剛好有遇到 有經手過 那支片的人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個 你們當年那個 廟口 那支片 你們大概是花了多少 然後那個人跟我講說 那支片其實還 價格還不低喔 然後我那時候 我心裡更不平衡了 我想說 你客戶你拿一個 價格很高的東西 跟我那時候 一支 可能沒多少東西 來比 你這筆是 怎麼樣筆法的 你比這個價格有差距的 你是故意來棄我的嗎 那個時候 有時候 業界就是這樣嘛 在這業界生活 反而就是 多少才會稍微 計較來計較去的 雖然說 柯倒完全不認識我 但他莫名其妙在我的內心裡面有一個小疙瘩在裡面 你莫名其妙就跟他結醜了 是沒有到結醜 但是看到他的那個名字 會有點小疙瘩 然後偶爾會有 但我並沒有討厭他 我可能討厭他 我又跟他又沒有什麼 任何交際 這樣子 然後偶爾 也是會聽到業界其他導演的一些消息 偶爾也會聽到一些他的消息 就是多多少少 我大概 了解說 那個像 柯倒他 他多多少少他其實 某些程度上我覺得他跟 半瓶書這個頻道說不定其實還蠻合得來的 對 他內心他多少少是對國片 產業界的某一些 情況他其實是有一些不滿的 就我所知感覺是 對 某些程度上也是覺得說 國片產業 就是 某一套路 某一些人 在做很類似的事情 對他某些程度上他也有 熱血想要說 他要他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我是很好奇 有誰是對台灣的國片產業很滿意的 對 呵呵呵呵呵 這這個 多多少還是有啊 對 對 每年那個 馬路集合 蘇考心的人 對他們一定很滿意的 對 某些 某些程度上 柯倒他應該是跟 半瓶書頻道 算是那個 電波從頭來的一個人 但可能因為 是這個樣子 他可能是 他對國片圈 的一些那個意見 所以多多少他的機運比 那個一些其他導演稍微少一點 這是我 這是我 就是聽到他的一些小消息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但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多多少少他那個 他這一次 有個新片出來 然後看起來那個 感覺 Digi Trader 感覺 我看那個預告片感覺也不錯 所以我就想說 這一次 再加上你們也都在討論 對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想 看一下 我來支持一下 這部片 我來支持一下 這部片 看看他這部片帶給我 怎樣感覺 然後我看完了 第一個感覺 某些程度上 我看完第一個感覺 我第一個確認的事情 就是柯倒他的確 是跟我們類似 時代的人 對 他的確是跟我們類似 他的確 他的確 第一個是他的確 借用了很多 我們這些 這個時代的人 從小看到大的一些經典架構 來把這個故事 還算不錯的 把它給評湊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 多少少我們可以 第一個可以看到 紀錄那個 比如說紀錄片風格 紀錄片風格 某些程度上 是鬼路鏡 再加上惡夜聰明的 某種 結合版 對 然後那個 女主角的那個 某些程度上 女主角的那個心路歷程 對有點像是那個 企業怪談的 那個轉畫版 對 然後 還有很多啦 我那時候 看了很多之後 我就想 我那時候一邊看 一邊 可以認識出來說 這個東西 大概是從這個地方出來 那個東西大概是從這個地方出來的 但 這並不是壞事喔 越好的創作者 他其實 因為這是 我們講白了嘛 這世界 已經 越來越少 真的很原創的東西 雖然偶爾還是有 很原創的 但 現在真正的 你想要在商業片 走出一道田 你要做的並不是 講一個很有創意的東西 你要做的是 把一些 大家已經很熟悉的一些 套路 把它 運用 融會貫通 把它運用得很好 這是第一點 這第一點說我那時候看完咒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 把那個 應該這麼說啦 我把 我把我從小 從小看到大那些 恐怖片的那種感覺 那種 可以說 各種設定各種彩蛋各種套路 他都有 把它用到這部片裡面 這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但 這是 這是第一點 但某些程度上 它有它的 它的這個特點也代表了某些程度上 它有一些它的局限在 對 雖然說 我覺得它的 形式 對它的形式就有周片 對 它的形式 它使用了 介於 那個 現場拍攝 跟那個 現場拍攝的那個 風格 但這現場拍攝的風格 如果你仔細看又不是真的 百分之百呈現場拍攝的話 它其實還是有點戲劇張力的那種 拍攝進去 因為你就想把你有些 有些地方 那個真正你拿手機拍 你反而不會有那種 拍那種情感器的那個 橋段在裡面 然後人類拍情感器的時候 還在拿一個手機在那邊動 它其實是一種 對 融合了 那個 傳統戲劇模式跟 那個 那個手機拍攝模式 某種過渡模式 這樣子 這種模式 我覺得 多少少是它的 某些從事上就有這部片 但某些從事上 它有一些缺點在 比如說就像我剛才講的 那個那種很有情感的部分 很有情感的部分 我反而覺得說 用這種 用這種手機拍攝模式反而 至少沒有打到過 這部分沒有打到過 恐怖的地方 很奇怪的地方 我覺得都很 我覺得用這個方式都恰好 可是當 它的故事轉到家庭的部分 轉到跟那個 感情的部分 這部分 我就覺得說 這個部分好像 在 用這種 手機拍攝模式的 角度來講 我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到那麼準 因為那種 情感器其實 至少就我自己個人這樣看起來 我自己就覺得說 這部分 情感部分用那個手機拍攝的感覺是差了一點的 然後第三點是 講完了 對 拍誰的 第三點是 某些從事上 柯導他 就要再講一次 他的確確是我們這個世代人的 若從他以前 的創作模式到現在化 對 你看嘛 那個 他的第五部片鬼影 我沒有看過但是 很明顯是一個 學生作品 對 第二個是 那個 我們就 就把絕命派對 把它當作是他比較早期的作品 化 那這個絕命派對是一個講一個 年輕人 對 然後那個 進入了那個 成人世界 可怕的成人世界故事 那我覺得這個 對這個故事算是 也是屬於年輕人 剛進入社會年輕人的故事 對 然後接下來他拍的打噴嚏 打噴嚏 基本上是一種愛情故事的變形 代表說這個年輕人 對他開始 追求愛情 然後追求那個 那個想要有愛情 想要成為英雄 想要在這個世界上 有大發展 的一個故事的 對他開始追求愛情 追求家庭 追求成功 然後一直到 現在這個咒 對 他的那個焦點已經放在家庭上面了 對 然後他開始講 那個 母女情 然後他開始講 對 那個家那個 過去的 愛情造成的 一些那個問題 反覆回來 對 他開始講 對 那個一個母親 為了自己的女兒可以做到這麼 怎樣的接觸 母親路上 他的 題材選擇 母親路上跟他的那個 成長歷程 對 就大概就是可以講說 他幾歲的時候大概就在做 喔 怎樣東西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做一些 親世叛逆 的題材 然後他現在跟我們一樣都走到中年了 那他就開始做一些有家庭意味的題材 對 這一點是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不知道說 這樣走下去 他到了 他老年的時候 對 沒有 可是每個導演其實多半都是那個樣子 只是 你這樣講有點可怕 就是 那他十年才一部嗎 你這樣三四部就已經每一個都 都好藏一段 人生經歷 這一點這一點蠻有趣的 但你說沒錯 的確很多 的確很多導演其實都有類似的人生經歷 而且 很意外 雖然說柯導 並不是說 非常 前幾年 並都其實 直接講白了 他並沒有說真的有大成功的 但他意外的也走完了這個 所以導演的人生經歷這部分 一個導演 從青年時候 有點分飾技術的感覺 一直到中年時候 開始 關注家庭的內容 因為都活著嘛 活著就會有人選經歷 但是 我可以覺得 應該是說那個什麼 柯導他 這一步其實有點傷心 因為他到最後我其實可以感受到其實他應該失去了些什麼 對所以他才他才在最後才做這樣子 尤其我才上個禮拜講說我最後最感動的竟然是 他這個字幕 因為他那個字幕一上來我就大概知道說那個 柯導演應該有傷心事 這樣子 所以我算在說那這一切突然間能夠理解為什麼他要做這種東西 那個 那個 那個小天使其實是他養的狗 喔 那個 那個蠟腸狗嗎 蠟腸狗 我記得 第一場 我們去看11號的 午夜場 的時候 他有說小天使是 陪伴他很久的狗狗 一樣啊 一樣啊 那個 不管 這樣那個時候 補充一下 有動物過事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Alright Ok 然後 接下來要講的是那個 就我的 一個導演的角度 一個有類似 跟他類似時代導演角度 就我看 雖然我並沒有把他的片全部看完 但我這樣子看過他 打分替 還有 全民派對 還有直播片 還有他的一些廣告片 全民派對 其實他 他其實 真正 最強的部分 其實是 在 那個 他可能是因為 他有廣告經驗 所以他其實真正最強的 仍然 仍然是視覺上的部分 視覺上的接觸上的部分 這部分 他是最強的 那個像我覺得 其實整部片有幾個段落 設計很好 但其中這個最值得講的是 他那個 一個字一個字 上那一段 對 一個字一個字上那一段 那個我自己看完之後還覺得還蠻取巧的 但是 這個部分是 肯定是有 導演跟MV經驗的人才會想出 才有辦法實際出這樣的橋段 因為 我們就 拍廣告 我們也會比較常接觸 這種視覺化 純實學化設計的部分 你要一個 對 學 那個 戲劇出來的 那個戲劇導演 你要想 讓他想說 字幕要怎麼拍 然後最後還要 突然變成純白的畫面 讓你的 視覺佔流 的那個 綠色Logo 還要留在你的眼球上面 這種設計是 這種 傳統的戲劇導演 應該是設計不出來的 這多少 你主要是 視覺 視覺設計 視覺設計 對 要有視覺設計 那種 經驗 要有視覺設計 美感 才能設計出來的東西 這部分 傳統的導演 應該是 是想不到這一面 然後這部分 是 我覺得 這麼多年以來 科導他比較特別的 一個點 是比較值得 一點點 所以這部片 又有好幾次都用了 類似的 高速嘛 那我覺得說 這一點是他的一個特點 是一個 其實是很值得一提的特點 而且在 字幕片 對 算是有應用到的 效果 我覺得還不錯 對 對 那 當然 他這個特點 或許也代表他 某些程度上 他以前那些 比較以戲劇為重的片 不管是 決命派對 還是WT 文系比較弱的 特點 也都因為說 這一次他把他的焦點放在 比較手機化的風格 或是 玩一些 事實上 把戲 有 有所改進的 我覺得他也有做到 把自己的一些缺點給 捕捉掉 他有捕捉掉他自己的一些缺點 然後 用一些 他是不是擅長的方式 把他的 這個 把整個片的整個效果 對 把他給加強 還是那個 增強於我 我覺得他有做到這一點 然後 接下來是 這部片 到底恐不恐怖呢 因為我記得 我在那個 對 我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聽我們前幾集 在聊天 我在 我純粹在我們的那個 你說在聊天室裡面 在聊天室裡面看的時候 那個粗胸是覺得說好像是海濤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 他的那個 幾個那個 主觀的那個手機 攝影角度那個 我是覺得說效果是不錯的 那你有被嚇到 幾個 Jump Scale 我有被嚇到 包括在預告片裡面就已經出現過那一次 Jump Scale 是有的 你說那個撞車的那一段 我撞車沒有 撞車不算Jump Scale 對啊 Jump Scale 應該算兩個啦 一個是那個 那個 道士的老婆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遠中招之後 然後突然間衝過來 不要問 應該是兩個吧 不要問他衝過來 那樣子 還有那個 大家突然間 大家突然間展示 同體的那一段 穿著內服 站一把一張 對 那不算Jump Scale 沒有啦 那不算 然後 他Jump Scale 第二 第一個是反正他的POV的部分 我覺得是算不錯 而且他POV的部分 我覺得他玩到最 值得一節 就是 有一種說法是 恐怖片到底哪裡最恐怖 對 有一種說法是 恐怖片當你看到了完整的鬼或完整的怪物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不恐怖 恐怖片最恐怖的 瞬間是你 好像有看到某些東西 但你又看不清楚的那一瞬間 對 你會覺得最恐怖 因為你會搞不清楚 你到底看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這樣子 把揍整部 看完了 結果是 揍他 真正玩的最成功的下人的部分 是這種 你好像看清楚了什麼東西 但你又搞不清楚 看到了什麼東西 那一瞬間那種感覺 那種完全不可能 這一點 比如說 像那個原木是不是 他跟那個 瘦板膝關節要那個上山 那個回序 瘦板膝關節你說 瘦板膝關節 你是說那個帶原演 你是說那個爸爸嗎 對啊 就是那個 就那個文琴 誰啊 穿瘦板膝 那個 爸爸 起名嗎 他哪裡跟瘦板膝關節像 哪裡 就不像一個那麼黑 一個那麼白 對 他上一部電影是演那個 刺炸風雲的那個 賽者手 而且他絕命派對裡面也有演 你這樣講我才想起來 難怪那個人 這麼他媽的眼熟 他上一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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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一部電影不錯喔 他電影不錯喔 那那個 反正就是那一幕嘛 他們就是山上 好像一直 你說鬼打槍那個 好像一直一直鬼打槍一直回去嘛 但那個電影也是 感覺上 不是一直都有 那個奇怪的人 感覺好像有奇怪的人形嘛 對 那一瞬間 讓我覺得有點恐怖 因為 我就不太能確定說 那到底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東西到底會不會 掉下來 會不會突然放一聲 然後後來真的放一陣 然後接下來 還有類似的挑戰 他其實設計了很多 你到底 可能會有東西 又可能不會有東西 太遲鈍了 天啊 我突然間覺得 大小跟你講 大小你剛剛那個車掉下來 那個有沒有 我有想法 我大概跟你講 為什麼他會有那個車的聲音 那個咚咚咚咚的聲音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只覺得 感受影響好棒喔 可是我第二次看的時候 我想像到畫面 你的畫面好可怕 而且這個畫面 跟之前的幾段都接得起來 這是二手做的心得 好吧 我只能說 我太遲鈍了 我好鈍喔 你們在幹什麼 糟糕 那時候女豬小明明就有看到 電神感傷好像有東西嘛 他都已經 對可是我 我沒有看到 閃太快了 沒有我這也是我覺得 我可能在這部 這部沒有被嚇到 好多原因 都是我根本來不及看清楚 他不見 對 對所以我 像我上個禮拜有講 就是 有幾幕讓我覺得有點 那什麼 頭髮 這什麼 牙齒 不要你告訴我 你知道嗎 你要讓我看清楚 那是頭髮 然後讓我覺得很毛 不要旁邊有註解 我們現在看到了一束頭髮 然後覺得 我消火 我想講的一些 但我還是先講那個 那個就是 自有若無的那種感覺 像那個他女主角從那個村子裡面逃出來 他不是一轉頭突然看到一大堆 男的 只有 只有穿著內褲 然後看著他 對 那裡面 雖然不恐怖 但是 的確讓人到 感覺到 很詭異 因為你那一瞬間 其實你到哪 你的大腦應該是 搞不清楚 現在到底是 發生了什麼狀況 就有點像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片 那個 詭異的 突然忘記 一片 逃出絕命證嗎 不是 逃出絕命證 也有類似的感覺 不是 不是那個什麼 是不是我們 薩滿嗎 我要最愛的 薩滿也有 薩滿也有類似的 突生 那個薩滿要最愛的 那個什麼 仲夏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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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 其實你 以你的 一般的大腦 突然無法理解 那畫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詭異 有點詭異的感覺 這樣子 對 那部分 這部分 這個 四有落無 跟那種 你無法 你第一眼的時間 沒辦法 處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種瞬間 我覺得是 做表現的 最 比較出色的 一個地方 像你自己 像我們自己 整部片 其實最喜歡的是 吞玻璃那一幕 吞玻璃 吞 吞玻璃 吞玻璃 你說那個 那個什麼 後面的那個社工媽媽 就這樣子 那個 喔 我也很喜歡那一幕 因為我覺得那一幕 是整部畫面 所有的演員 展現出最驚悚的 然後其他人的表演 基本上都 都是走平時路線 就他才有 他的那種 那個詭異的表情 跟那個陰森的那個樣貌 才真的有傳遞出一個恐怖片的那個 可怕的感覺 對 其他的部分 要不就是那個女主角 就走文青路線 然後那個爸爸也是走文青路線的表演 然後那個什麼 旁邊的幾個 基本上是走情境劇的 就是那個 要打退燒針的醫生 還有那個其他的社工什麼的 那個他們都不是在眼孔 就是沒有那個氣場 氛圍出來 所以我就會覺得這整部片都 沒有很 沒有很緊張 也沒有很詭異 因為旁邊的壓迫感都不太大 就只有那一幕吞玻璃 是有壓迫感 OK OK 至少這幾幕讓我覺得他有做 那 戴恩其實就是 要稍微覺得 講一下說我覺得有哪些地方 的確是那個 有些我覺得沒有做到位的地方 但前面我有講吧 感情系的部分 感情系的部分 我覺得 這次導演他真的很想做了一個重點 他想要 用這種家庭的 元素 來那個增強他的那個 那個戲劇張力 這樣但我就是剛才前面講到 我就覺得 因為這是一個 因為畢竟這種手法 這種形式 多數量有點實驗性 我自己 一瞬間看完 我是覺得說 這個 關於感情部分 現在我不確定到底 適不適合用這種 手機拍攝模式 這部分 至少我第一眼看完 我是覺得說好像 並沒有特別加分的感覺 但這部分到底好不好 只能請 其他 社會大眾來決定 最後 最後判斷來決定 然後第二個 事情是 就是 以一個 模擬真實 錄像的風格的電影而言 他那個解說實在是太多了 這一點 這一點 讓我有點感冒 他真的很多地方就在解說說 這個 我找了那個金 然後那個金 就是那個 西藏 雲南是什麼什麼東西 他還特地在那個畫面前面 雲南大和尚 那已經是在解說劇情的 那已經是 已經是很純的解說劇情的東西 那個部分 我覺得又做得太贏了 而且不只是解說劇情 連那個 心理學家 那個心理學家 他在想說你到底是詳細的東西 那一段也講很久 也講很久 雖然說那是 多多少少他是想要 互動 想要做辯證的 就是 跟觀眾互動 辯證跟互動 但我覺得說 那個部分 我覺得沒有打倒我 我覺得沒有打倒我 那個部分實在是太遠 像我剛才講 恐怖片 就是要抓得住那種 是有弱的感覺的 我覺得 他弱片 的缺點就是 他把某些東西 講得太清楚了 他即使最後有一個翻轉 對 我也覺得還是太清楚了 他中間那些 那個 講得非常清楚 想要把所有的 邏輯給理清的 這個模式 就是讓我覺得那個 沒有沒有打到 我覺得這部分效果沒有做好 因為邏輯理清了 就 就變成科幻片 對 邏輯清楚 我覺得邏輯清楚的 恐怖片反而是缺點 反而是缺點 然後 接下來是那個 但就是 他最後有一個 梗 就是說 就是大家看完那個 我剛才講的那個 視覺的部分 一個是一個 直上 部分手在才突然幹 然後就突然 來一個翻轉 對 你只要就跟大家 對 say sorry 剛剛都是騙你們的 但是 耐怒其實 被我預測到了 因為嚴格來想 這個概念並不是新東西 這個概念 我原來還有期待說 或許會不會有 很厲害的東西 因為畢竟 現在大家都很 都很重視 所謂的翻轉 結尾一定要有很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多少也會有點期待一下 然後最後看到一個 是我 預期中 的東西 多少 我就覺得 這部分有點可惜 這樣子 對 大家 遇到的東西 你說你遇到什麼 你是說 這個 他就說他那個 那個什麼 對 那個 他要大家一起念那一段 對 所謂 分擔 分擔詛咒 什麼之類的 哪有這麼多 有啦 其實 他這個東西 他在之前有留下福底 有一個小細節 會讓我們覺得怪怪的 對啊 塞補送的小段好了 事實上 沒有他前面說 大於祝福 但是啊 他在製作這個影片的時候啊 他等到大和尚在解釋的時候 他其實大和尚正要講 結果 他就 按了暫停鍵 由他來講 嗯 有沒有 這段其實是故意做進去的 對啊 所以如果 那這樣最後為什麼要放給人家看 就突然間覺得這意義不在 因為你已經中招了啊 已經OK了啊 已經讓你中招了啊 對 我讓你要死得明明白白啊 人這麼好啊 對啊 講說你已經中招了嘛 大家跟你講一下啊 對不對 對 又可以回到說我剛剛講那個 他跟我們是同一世代的觀點 因為我記得 我小時候看那個 快來送 看台式的那個 什麼 快來送 陰陽魔界 陰陽魔界 喔 對他這邊 是有陰陽魔界的那種接收的那種感覺 對 有一個陰陽魔界很經典 就是說那個 他有一個那個 褲的那個 電波人看了之後 就會好 我忘記 是會變成僵屍化 還是變成 那個外星人化 我忘記了 對那個 你說他戴著眼鏡就會看到外星人那個嗎 我忘記了 但我記得就是 說什麼 電視會播一個 電波 然後看了之後 對人就會 外星人化 我印象不就有陰陽魔啊 人就會外星人化還是怎樣 政府 對政府為了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印象長什麼樣子 然後就直接在電視上播放 就決定說要在全世界的電視上播放這個影像 然後在全世界那個影像全部播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那個 那個播完之後壞人 就對著那個觀眾微笑說 你們大家都中招了 我記得他一集的架構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故意會把空破影像真的放給觀眾看 讓觀眾讓觀眾覺得說自己已經看了那個影像 自己也中招了 而不單單只是 故事面的人會中招而已 而是真的那些觀眾也都中招了 他是玩這種 跳出 跳出戲劇本身 然後去影響觀眾這種 這種架構 對這是陰陽能給我感覺的東西 對 對 對 當然 並不是說他這東西 不好 其實是很不錯的東西 只是 很不幸的 被我被我猜中 沒有 你會猜中 就是代表 同一個世代的人也多半會猜中 因為我在這裡面也看到了企業怪談跟鬼水怪談 企業怪談的媽媽 那個時候要到處去找別人看錄影 跟鬼水怪談 媽媽為了那個女兒 然後他就犧牲自己乾脆自己死掉啊 對不對 這個概念全都跟奏重疊 對 也就 所以你就說同一個世代就是因為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在30歲20歲的時候都在看這些東西啊 看的東西顯然跟我們是一樣的 所以當然也虎不倒我們 我們就是跟你看 你這個從哪裡來的 那怎麼會嚇到 我們腦袋都在想 這個從哪裡來的 那就 就腦袋 你講的是一個重點 只要是跟 跟科導有類似觀影經驗的 影迷應該就看出來 科導他的那個整個的那個核心他在 玩的是什麼樣 但是 壞事啊 我需要再講這不是壞事 直過剛好 當然 恕我直言就是說 而且企業怪談跟鬼水怪談不是 影迷才看的東西 對吧 就是至少在40歲30歲的人來講企業怪談算大眾篇 就是那個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個東西那個梗 而且他會還重拍兩次 還有西洋篇 然後重拍兩次 七夜怪談有七夜怪談西洋篇 沒有我是說那個那個什麼 到處傳的那個那個梗啊 就是那種第一集啊 因為不是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看過2 跟3啦 但是七夜怪談西洋篇應該也不少人看過 你知道嗎 後來還有 增子3D 還有3D2 還有增子0啊 還有增子VS加野子 所以理論上來講還要算4個宇宙 然後那個什麼 而且鬼 就連鬼水也重新重拍成西洋篇過 對啊 鬼水怪談有啊 對啊 所以 那個 這些東西就變成 因為反而可能是 我覺得啦 如果是針對20代的 就不一定 20歲左右可能就不一定 那像我剛才講的那些那個 致敬那部分 你有 你有 你有看過七夜怪談嗎 是嗎 你看的時候會有 會有 會有 這部分是 一般的這個 20歲大眾來說 這可能比較稀嘛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沒看過那些片嘛對不對 你覺得我像是 一般的20歲大眾 不知道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喜歡看口誤片還是喜歡看推理片還是喜歡劇情片 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強調說他播一般 雞夜怪談 我是 先看的小說 再看日本版 再看 那就沒辦法 那這個就是 你講說123都有看嗎 你想說123都有看嗎 小說我只有看第一集而已 OK 沒關係 第一集就銜接電影 OK 23就很好玩 對啊 好吧 就是 也就是說這個 陳佑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觀察 觀察主 對 然後還有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其實 可能跟整個 國片工業有關 其實我很久以前講過一個觀點 就是那個 台灣電影圈基本上 他的風潮還是還是玩 世界上電影圈 好幾年 好幾年的概念 其實像這種 十路影像的恐怖片 其實大概是十年前的事 沒有二十幾年前的喔 二月叢林 也差不多二十年了 二月叢林那個是起頭 但是等到風潮起來 是類似鬼入境 這個年代的東西 對啊 我是把它 比喻成像鬼入境 鬼入境大概是十年前 大概是 十年前 差不多十年前 對 大概是十年前 所以多多好 那個鬼入境 這種風格 現在 那時候 的確有很多像鬼入境 還有像那個什麼 我突然忘記了 那個也是到鬼入境 看前面的物片 也是忘記前面 也是用這種十路影像 來拍攝 對 那一陣子 這種風格 其實現在 法國那邊 法國那邊 其實 已經很少人在拍這種風格 片子 然後這時候 台灣終於 推出了自己這樣子 類似風格的東西 雖然東西 拍的不差 但是呢 我想說代表說 台灣這部分的那個 影像的發展 多少還是落後於 對其他人 好幾年 這是 我覺得是 多少又在 我同意 我同意這一點 就是 我們 我們的文藝風格 可能一直有自己的一個 這個什麼 一條路線 但是我們的視覺風格的開創 跟實驗影像的那個 都 實在的確比較 商業風格 商業風格就是 總是玩人家的那個流星 他這種 人家流星 已經流星完了 然後才終於 台灣的能力 他終於有辦法 因為他像韓國 韓國就升很快 韓國就是 現在好了 會流星什麼 另外 一兩年之後就可以看到 韓國做出 類似風格的東西 台灣可能要玩 我 其實覺得他這種 甚至也還不能算商業風格 他就是實驗片 就是鬼路金剛石 只是一種 試圖把實驗風格 導入變 他意外的 在商業上有成功 所以大家會來開始 去學習類似的東西 然後 就做出 然後接下來就是 科洛福檔案 這一種 雜了大錢的 理紀錄片 跑出來 然後接下來才說 我靠這個 可以這樣演啊 這樣什麼之類的 然後 我們 是在科洛福檔案 已經拍到第3集 都已經不完這個的時候 然後 然後我們出現了 這樣子 對 沒錯 現在 那個 恐怖片又回到比較 精緻拍攝風格 那種路線了 恐怖 我覺得最近的恐怖片 開始在 他有分成兩個路線 一種是像那個什麼 逃出絕命聲那一種的 他那個其實有一點 他其實那種拍法是有點復古的 他是拍到有點像70 1970年代那種心理 比較深層心理 那種恐懼那一種 然後另外一種 像文慈人這種 要加一些 心理 那個 那個社會暗示 這樣子 我就是 我剛剛 我剛剛記錯了東西 因為你們講鬼路徑 我想說奇怪 鬼路徑 因為我記得有一部叫做 鬼路徑 明明是那個國境的進入 那個 環境的進入 我想說奇怪鬼路徑哪一部 結果你們講鬼路徑就是 靈動歸以實入 對啊 鬼路徑我記得一開始還不是 我記得一開始還不是美國片 開始好像是 我忘記是西班牙還是法國 是不是 你說的 你講錯了 你講錯順序了 你講的法國 那個是後來 拍的 那拍到第四集的 鬼路徑 那個 那個 你講的鬼路徑就是 鬼影靈動實入 我沒有 那是2007的 第一部電影 對啊 因為我看到的版本好像是一個 因為我只看你 一部而已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看一部就夠了 你知道嗎 真的 我不需要看很多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看那一部是 故事內容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記者 然後他去採訪消防員 然後突然間 可是你那是法國的上司片都不一樣了 對啊 那個靈動實入 那是不同系列的東西 我記得那一部就叫鬼路徑 是嗎 不是不是 我們那個叫做靈異 呃 那不是那種靈異新聞 路到鬼 那不叫做路到鬼 路到鬼 路到鬼 喔 對對對 是西班牙片 對啊 那我沒講錯啊 靠北 要不要一直 呵呵呵 好 鬼路徑跟那個路到鬼是兩部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我是看到一部西班牙片 喔路到鬼 那一部比較後面 那一部比較後面 2007年 路到鬼他後面的 是2007年 對 欸路到鬼那麼早嗎 看維基百科 2007年啦 對啊 喔 對啊 對啊 然後第二點 美國重拍啊 叫隔離區啊 就死亡直播啊 對 那可能 只是他跟 只是他跟靈動鬼隱石路 就不是同一部片的意思啦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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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是同一部啊 欸 靈動鬼隱石路 我好像也有印象啊 就是一個會會看到一個女生他一直 他好像用那個什麼 監視器然後拍到說他好像一直站在這邊很久 這樣 對啊 在床上 雙邊是搖一搖去那個啊 你看這兩部片 那兩部片都同時都是微紀錄片的恐怖片 然後同時都是2007年 代表那時候應該是流行這個這個風格的台灣 超過10年以上 2022 對啊 對對對 林東鬼隱石路我有看 這一部也是在 那個什麼 也是在小螢幕上面看完 這我沒有 都沒有去電影院看啊 就是說租回來看 租回來看 事實上對著小螢幕看別有一番 別有一番感覺啊 那個我真的反而覺得那好像不太適合在大螢幕看 你知道 Alright OK 我反而覺得 就我自己的觀點 我反而 會覺得說這部片 雖然說在大 大螢幕看可能會造成一些人的那個 真理上不是 對 但是那個我覺得這部片其實比較適合在大螢幕看 我跟他想想法一樣 我反而會覺得說在小螢幕看反而有點像在看那個 就好像 會有讓你覺得好像在看YouTube的感覺 反而比較容易被想 對 不過看YouTube不就會有一種好像 我在偷歸一種那個什麼 因為他的他的製作感覺起來就是很 YouTube風格 然後你就會覺得有一種好像就是翻到一個好 以為是真的東西的檔案的那種感覺因為 你記得電影院就真的知道他是排出來的嗎 不過裡面有一點我後來都覺得如果有可能還有還要再做這種東西的話我其實覺得可以去 我其實覺得你紀錄片一直以來他們都有一個 他們都卡在一個 他們都卡在一件事情上面 他們總是要找理由把攝影機拿起來 對那個這個也不只是說這部片這樣就是可能那個過去的你紀錄片常常都要給一個爛理由 就是我現在前面要講說我現在要拍一拍生活紀錄啊什麼的 然後接下來掉在那邊因為可能要保標榜的一鏡到底 所以就會有掉在地上的畫面 然後過來就接下來還有想起來要去撿 可是 在這個年代 你就會覺得 他這樣做超級無畏的 沒有意思 就就瞬間覺得靠嗎這個這個女的 既然會記得拿這個好奇怪 因為他沒有那個很強 以前有一部片 我覺得 那個多幾我覺得還能接受 有一部那個喬治羅米羅的那個什麼活絲日記 然後 我是日記 他其實 一定要拍這件事情我就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那個主角 正好 在拍一支他的學生作品 然後他看到的殭屍發生了出現以後 他反而是覺得 我的機會來了 他實力要拍 所以弄成他的 只要那些活人被咬成殭屍他還不就他去拍 所以這個 他硬要拿的那個 合理性就跑出來 然後 可是像 現在這一種狀態他們都已經怕到那種程度然後去撿 然後到他去撿的時候我瞬間覺得其實你也沒有很害怕 你有就是你他也不是因為好像前面我覺得我是前面那個 討人宴的那個男生 做這種事 我還能夠接受完我會覺得這個邏輯是對的 因為他有一種直腦 跟他有一種急巴 然後他去拿我就覺得好合理 就是他的個性是符合這個的啦 然後可是那個女生 你就會覺得他 的氣場就是他好像不會願意做這種事情 所以你就會就會覺得說靠那為什麼這樣 就是為什麼怎麼會這樣 我其實覺得 不用糾結這個 直接剪掉 就好了 你知道真的一般就是會注意到的只有 有在剪的人知道你剪 一般觀眾 不會注意這件事情 一般觀眾如果 而且一般觀眾如果他情緒進去的話 他不會在意這個啦 你去拿然後反而讓所有觀眾都想起來靠媽原來他 他還這麼在意要拍 就就 有點像是那個你為了聯繫 然後那個什麼就硬要做一個動作 結果反而讓所有的觀眾都發現你在演戲 事實上你把他剪掉那個大家也都忘記了 很多時候大家老是不是喜歡講說那個剪接 怎麼會這麼快 因為剪接事實上他不知不覺的處理掉時間在準備的東西 然後說觀眾全都忘記這件事情所以你會覺得是順的 然後把他剪不要不要去糾結那個我還去把他剪起來什麼 這個我覺得是等一下我的攝影機掉 不要講 好怪啊 其實 你現在講熱點啊我覺得就是 咒這一邊我覺得他做得還不錯了 為什麼 他其實一開始有沒有 他都一直在拿 拿拿DV拿來拿去的畫面有沒有 可是到後面之後啊 他DV拿來拿去畫面越來越少了 嗯 有沒有他直接把畫面都剪給你看 這是男人拿去畫面就少很多了 然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他不是有在他的女兒的那個娃娃裡面塞鏡頭嗎對不對 可是你發現他沒有把娃娃鏡頭拿出來 就是例如說拿展覽之類的畫面 這東西其實他就直接剪掉就不放進去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看到娃娃 拍到的畫面 但是已經沒有做這個動作 簡單講他前期就故意放很多拿鏡頭 然後剪接的畫面給我們看 後面這些東西就放很少了 嗯 對啊這一點我就是就像你說的你剛剛講的其實 我因為畢竟我知道是偽紀錄片嘛對不對 然後呢 考慮到就是給觀眾 觀賞的觀影的感受度來講 因為如果你整部真的是鏡頭拿拿去畫一畫去 就像惡夜叢林一樣 你還沒 你還沒嚇到你就暈度了 有沒有 對啊 這部就是 考慮到你觀影的品質 跟Fu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做 是比較能夠接受的啦 沒有那麼 就是畢竟沒有那麼真 有點假 但是觀影筆質好一點 不然也很多人都畫得很暈嘛 不過我覺得這個運鏡模式 其實你知道晃本身 也是一種要傳達情緒的一種 攝影機的鏡頭語言嘛 晃動這件事情 我只是突然間聯想到 我昨天才看完的片 然後 就是我們那個麥靠貝先生 我就是突然間那個什麼 一下子突然間想到那個什麼 柯夢榮與麥可貝之一同 你知道嗎 在這一點在這一點上面 倒是意外的跟麥可貝 有一點點像 我只能夠說那個 你這樣講到很爽你知道嗎 那個沒關係柯島你就爽吧 就在這一點上 你可能跟麥可貝是很像 你要說的是他 沒有事情就一直要晃 然後也沒有要特別表現什麼 沒有我其實 其實我這次看麥可貝的片 我其實很清楚他什麼時候 為什麼要 要幹什麼 好 就是我只能說 老朋友 我知道你現在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這邊沒有 你這邊沒有動 我知道你為什麼沒有動 太好猜 哎呀 你就是很緊張嗎 所以這個畫面很晃 對不對 攝影師 攝影師在旁邊那個時候感同身受一直晃 然後這邊那個時候他很冷靜 鏡頭紋 幹嘛了 好 超好猜 我跟我一起去看的朋友說 這部片好晃喔 然後你都沒有暈嗎 我沒有暈啊 因為我有時候 那個時候只要看到他一開始晃 我就知道他要幹什麼 所以完全在我預期之內 所以我其實看的挺熱的 好吧 那個時候就是只能夠說那個什麼大家以前那個 給麥克貝一個評語其實我是覺得 挺貼切的 過動 爆炸背 搖望背 還是什麼 互動 他是過動兒 他是過動兒 爆炸喔 這一次他 這一次他忍得 爆炸背啊 他這一次他這一次那個 忍 他這一次忍得還不錯 啊 終於沒 他終於沒有三分鐘爆營是 那有那個 那 確定有直升機吧 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超多的 他愛死了直升機 你知道嗎 你就是 不爆炸 我給你直升機 沒有就是 車車 摩托車 直升機 車車 摩托車 直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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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車車的角度看直升機 有直升機就是爽 有直升機這部片就大 不管幹什麼就是叫一輛直升機來就對了 好有畫面感 懂嗎 就是那個時候台灣片 你想要那個時候看起來很大 拍一個直升機升起來的畫面 沒有直升機 去買一輛遙控直升機拍直升機起來的畫面 那個以前那個 你知道 那個機飛總動員就做過這種事情 機飛總動員2 就有一個直升機降落 你知道嗎 看起來很厲害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人走過 那個時候中尾把它拿走很危險 不要在那邊玩那個 然後就有人把它拿走 乾媽吵小一袋 就是你有辦法做你講亂 那個突然間就看起來有大片的Fu 不管幹嘛 想要大片的Fu 就是叫直升機來就對了 他經過也好幹什麼 你就會突然間覺得我們畫面規模很大 動員直升機 OK 就是大片的 想要看起來像大片就是要叫台直升機來 OK 那個 揍是什麼便當 有人在問揍是什麼便當 揍是什麼便當 飯團 那個揍是那個 加了那個 麻辣豆 麻辣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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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不好吃 沒有 這是一個實驗 我覺得 麻辣豆花還不錯 那不就是跟夏威夷披薩是一樣的東西嗎 辣椒籽麻辣豆花兩個是搭的啊 夏威夷 夏威夷披薩我也是吃得很開心 你知道 豆花有可能是鹹的嘛 對不對 對 阿豆花 豆花 不是 等一下 你們是不是不知道豆花有在吃鹹的 我不知道欸 我知道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 因為豆花鹹的辣的在我這一 就是這是很常見的東西 我想說為什麼你覺得奇怪 豆花明明就有鹹有甜有辣的都有啊 但的確是很少見 現在你不知道 沒有台灣 你看 純北部的人比較少見 中部南部苗栗那一邊有很多 大陸更多 對啊 我就想說奇怪 辣豆花哪裡不對 原來是你們 因為 因為很少 你看到欸 一般人很少吃辣豆花 所以大家對辣豆花很正 台北 對啊 辣豆花 如果你想看B站 後來你就再吵 你就看到 有時候B站裡面我在講說豆花的時候 沒有 就一堆那個 一堆人在跑彈幕說 豆花 豆腐腦我只是辣的 豆腐腦我只是鹹的 豆腐腦 甜的是 豆花甜的是血討的 我跟你講 各種東西就出來了 對啊 好吧 Alright 所以這個 是那個什麼 大俠的那個什麼 辣豆花 麻辣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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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貝 聽起來蠻好 來 接下來那個什麼 馬可多 等一下 我我補充一件事情 剛剛那個大俠講到的 打噴T啊 打噴T這部片我也很喜歡 不過打噴T他有兩個導演 一個是台灣的 就是柯夢榮 另外一個是香港的七家雞 啊 我觀察了 打噴T這部片他的喜劇表現的方式啊 然後他的整個劇情的調性 然後我去看這兩位導演 他們的各自作品 我 有一點點懷疑 可能 在打噴T裡面 七家雞的 成分比較多 然後 柯夢榮的成分 可能 比較少 可能比較接近執行導演 好 我合理懷疑啊 合理懷疑 打噴T是啊 沒錯啊 你講的沒錯啊 真的嗎 講的基本上沒錯啊 嗯 我知道的應該是這樣子沒錯啦 對啊 所以我覺得 要從打噴T去了解柯夢榮的風格 可能會有一點點 這樣不准 其實不准 對對對 對對對 我也覺得不准 對啊 好吧 來啦 馬大那個什麼 來聊你的 你對咒的那個什麼 感覺吧 OK 好 好啦我先 快速講一下 感覺 就是 我看恐怖片啦 其實 我很喜歡在恐怖片裡面 找點心 找點創意 你知道嗎 然後找點劇情 就是 想說 你想在恐怖片裡面 找創意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可是我並不喜歡這樣子 為什麼就是 其實不太喜歡 就是看恐怖片的時候 就是 我都知道他要做什麼 就很無聊了 你知道嗎 我期待的是 他做了一些 我不知道的事 或者是說 我沒有想到 他會做的事 這套就 我常聽到那一段 就是 好的劇情有沒有 他要在 意料之外 情侶之內 嗯 有沒有 這就是 我一直覺得 好的電影 無論是恐怖片 或是什麼片 都應該做到這樣子 最好 你知道嗎 而 大多數的恐怖片 有沒有 他都是做到 前面 例如說 可能前50% 都感覺合情合理合法 合邏輯 可是後面50%呢 就開始一堆沒有來由的 Jumpscare 然後一堆沒有來由的 然後那個 突然間無腦 然後一堆沒來由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種東西會出現 簡單講 為了嚇你而笑 我不管劇情邏輯了 然後前面鋪的我也不管了 前面的人設我也不管了 前面感覺很銳智的 後面到後面馬上變無腦 然後馬上變膽 還想什麼都變了 有沒有 這樣變成說 感覺前後斷裂很嚴重 這種恐怖片就很糟糕 而且絕 很多恐怖片都這樣 這也是為什麼 看了恐怖片都蠻失望的 有沒有 就是智商都不在線 對啊 你不能說前面在線 後面不在線 我覺得這樣不行 你知道嗎 然後 以咒來講 他前面部分做的 我覺得OK 後面其實有給我驚喜到 驚喜到的部分就包括那個反轉 還有那個大黑 大黑佛母的真面目 那個大黑佛母的真面目 是我喜歡的東西 什麼叫我喜歡的東西 我很喜歡克蘇魯文化這方面的東西 你說他那個臉 對他那個臉 對對對 因為克蘇魯文化 他有一個很明顯的形容的名詞 就是不可名狀的恐怖 也就是這些大的恐怖的感覺 不是一般的講解講解的出來的 你要去靠很多你想像不到的東西 去把它構築出來 有沒有恐懼 是很多人的 會畏懼的東西嘛對不對 但是未知的恐懼就比恐懼更可怕 因為你更不知道他要幹 所以這一部的結局 大黑佛母的真面目 我說實在話 如果大黑佛母的真面目我沒有 就是一個普通的鬼臉的話 我大概會罵死可夢龍 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看過太多恐怖片 結局太爛 你知道嗎 就是爛到爆 爛到爆是因為太好想像太好拆 根本就沒有驚喜可言 對啊 但至少咒他在結局的部分 給了我兩個驚喜 一個就是把祝福換成詛咒 第二個就是大黑佛母的真面目 因為大黑佛母的真面目 這部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東西 因為不在嘛 就克蘇魯的東西 你們 那個 大家看過那個 潘尼懷斯嘛對不對 小丑回文 靈異魔咒看他怎麼叫他 那個 潘尼懷斯他有在第一集的時候 他嘴巴張大大 感覺好像要推女主角有沒有 可是事實上他不是推女主角 他是讓他看他嘴巴裡面的死光 那個死光其實是潘尼懷斯的嘴巴是通向 克蘇魯裡面的虛空境界 虛空宇宙 簡單講就是他其實是一個通道 看到那個死光的 你會一輩子都被他 你要說詛咒也可以 說被他洗腦也可以 你會一輩子都被他因應所控制 而且潘尼懷斯這種生物有沒有 他這種生活在那個虛無空間的生物 實際上他是靠吸收你的恐懼而火的 你越怕他他其實能量越強大 而且我看完這一部奏的時候 其實大約佛母的做法跟這個其實有類似 你可以想大約佛母是從 人類在不知覺的 古早的人類有沒有 他們例如說成家的祖先 不知道做了什麼事 例如說可能祈禱啊 或是跟神求祈求什麼東西有沒有 不小心打開了異空間的通道 然後不小心把那個虛無空間的某個 某個類似像潘尼懷斯的妖怪怪物 給引出來 引出來之後呢 要用各種方式安撫他 有沒有 潘尼懷斯是每隔27年 要發一堆人給他有沒有 然後就是定期的每10年 都要貢獻小女孩跟大家的真名給他 要安撫大約佛母 就是我那時候 其實我說真的 我在看到最後那一幕的時候 我看到大約佛母的真面目的時候 我才想到這件事情 我才想其實可以這樣連接 可是我快跟 因為我是在 我是在這部電影上之後 就上之前就是好像三月初吧 我是在那個奏那一邊的粉絲團留言 然後柯夢朗就傳私訊給我說 想找我去看手印之類的 我那時候認識他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我之後聊 我確定他應該不知道科書魯文化這一塊 他只是剛要把這個東西弄進來 然後讓我可以連接到科書魯文化這一邊 因為這是我喜歡的東西啦 然後我看到兩個東西被剪接起來說 我突然間有一組很棒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尤其是我真的沒有想過 大黑佛母的臉會是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創意我個人很喜歡 這是為什麼我給這一部的評價會這麼高 主要是他前半段鋪陳的OK 細節做的到位 後半段的結局 第一大家智商沒掉線 第二結局讓我有驚喜 我跟你講能夠做到這樣子 我說實在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OK 不過馬大有講到一個點啊 就是那個臉啦 那個臉的確是那個 那個也是有有點那個 讓我覺得這個臉設計不錯 你要設計多少套 要是全場大爆笑 當然是 那一定的啊 那一定的啊 對 對 那個臉 是 是 有大會齁 對對對 而且 就像你剛一開始前面講的 就是 當我們看到恐怖片有沒有 那個鬼出來太久 我們就不會覺得可怕對不對 可是如果只出來一下一瞬間 一下子就不給你看了之後 你反而會記憶猶新 其實他結果就做到這一塊 他那個difo的臉 就是給你看一下之後 立刻就停了 立刻就切掉了有沒有 好像給你看到什麼 欸 我剛 我剛才看了三小 那什麼東西 你會去思考有沒有 這點我反而 因為我說實在話啦 有時候我對那種東西 給你看了不清不楚是蠻生氣的啦 可是 對恐怖片來講 這樣反而剛好 你知道我 譬如說什麼 他有沒有看過異形戰場第二集 終極戰場的影片是 異形的第二集有沒有 整場 整場對決都是要嘛下雨 要嘛黑夜 要嘛長途內 他媽的 我是來看異形大戰終極戰士的 結果看黑媽媽的東西看三小 因為這是科幻片嘛 可是如果是恐怖片的話 這樣反而會有驚喜 對啊 而且我 我是在3月11號 我是去看那個泰坦丁的特映場 那是最早的售票演出 售票場 對啊 然後我後來3月15號首映的時候 我有去看了 所以我等於二刷 而且二刷 讓我發現 前面的鋪陳 前面很多東西都有鋪陳 可是你沒 你二刷中才發現 他這裡就已經講明了 後面會怎麼樣 嗯 嗯 有沒有 然後我現在開始 跟你簡單講一些 我大概看到的東西好了 嗯 那個朵朵 他不是一直講說 天花板 有一個五臉的壞壞 有沒有 嗯 五臉的壞壞 說真的 我們沒有看到最後面那一幕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知道他什麼東西 嗯 嗯 直到最後面 五臉的話其實就講大海佛母的分靈底之類的 有沒有 嗯 而且他裡面 那個 你有看那個皺的那個粉絲頁有沒有 因為皺他這一部裡面其實用了不少特效 嗯 可是因為他這特效看起來其實還 我說真的 這特效做的我覺得還可以 大多數的人不會以為這是特效 例如說什麼 呃 朵朵的眼睛他不是眼睛有一塊紅紅的有沒有 嗯 嗯 呃 如果你們看過一些商業奇壇的話 通常一個人的眼睛有沒有 他的眼白的部分 有一個很明顯的突起的血絲 那個血絲跟平常我們看到血 因為我們大多數的人有沒有 嗯 熬夜或幹 那個血絲是布滿眼的對不對 對 可是如果你看到的血絲是一條很粗 貫穿你的眼球 就是在你的眼球在跑上去 那個就通常代表你中了什麼 呃 降頭或中了什麼咒 或中了什麼詛咒之類的 嗯 這是一個徵兆 嗯 這是相野奇壇 但是這是那種 那些你知道我講看都是奇怪的東西 嗯 當時我看到這眼睛的時候 啊幹 中了 嗯 有沒有 而且那個眼睛基本上一定是特效做上去的 嗯 人家不可能弄小破的眼睛啦 可是因為這畢竟是小地方 很多人 不會想說 這是因為以前的人這種東西土法天鋼 對啊 但這個地方絕對是特效 嗯 嗯 而且 其實我看二刷之後啊 我一直有個感覺 當然後來我問導演 導演說不是啦 就是我一直有感覺就是 女主角 齁 他不是有把那個封印的DV 嗯 放在他住的房子的樓上的一堆神明廳裡面嘛 對不對 嗯 我那時候在猜說 是不是他後來靠那些神明 去把那個DV封住了 所以他接下來才好起來 嗯 然後才可以去抓他女兒的撫養權 嗯 但是因為沒有完全封住 導致什麼 那個壞壞會有分離體出來 嗯 然後那個壞壞的分離體會去抓他女兒 有沒有 因為這一部我覺得一定很怕是他的交叉剪輯 嗯 因為他交叉剪輯 說真的是我覺得這一部我個人最喜歡的部分 他都是讓你先看到一些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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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才讓你知道 嗯 其中有個片段是2020年的那個錄影 是那個育幼院的院長錄影 就是朵朵跑去玩的時候 跑到一個小走道那個黑黑的走道 伸出一對手要抓朵朵有沒有 嗯 他講是什麼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看那一場有人跟我講說 哎呀女主角為什麼去把女兒找回來 不把女兒找回來不就沒事了 嗯 可是你看 如果是以那一幕2020的錄影來看的話 其實那個壞壞早就盯著他女兒了 但是他放在很前面 我們沒有看到後面的時候 其實沒有發現這一塊 嗯 就是不會刻意聯想在一起 然後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他們這個破鬼特攻隊 跑去他們城市中心去找死的時候有沒有 就已經說了嘛 你肚子裡的小女孩 出生之後也要奉獻給那個 他們叫什麼佛母嘛對不對 要奉獻給佛母 然後你們的真名都要奉獻給佛母 每次年都要回來一次 因為他們是靠這個儀式去鎮壓佛母 讓佛母不要出來 不要出來 圍獲人間之類的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 就像那個潘明柱你上禮拜有講 就是白目的阿元 要去想辦法讓推動劇情 有沒有 如果 沒有阿元這個角色的話 劇情都推動不了了 你知道嗎 就不用看了 就是例如說好了 他們一上山有沒有 嘎到神像的時候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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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李安 然後字幕就跑上來 李安 阿元很重要 沒有阿元的話 我跟你講 這部電影都不用放了 沒有阿元那個 那段故事都無法往前推進 因為他們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般人會想要 就放棄的 像剛開車開上去 然後就舅舅 就不歡迎他 然後就叫他回家 有沒有 就回家 然後字幕就上來 電影就這樣結束 然後買票的人 幹 靠北 這首人推動劇情 所以你不能怪說 我每次看什麼恐怖片 或什麼 總是一些很白目的角色 有沒有 幹 他們推動劇情的重要的那個 就是會有 就是他們在吸仇恨子的啦 對對對 沒有他們劇情這麼推動不了 是不是 能不能有說什麼道理 然後那個 後來嘛就是 這邊就講到你們剛剛講的 特意拿起鏡頭這一塊 因為他媽媽回去處理 舊房子的時候 帶朵朵回去嘛 對不對 然後媽媽跟房仲在討論 說朵朵不是被壞壞 帶到樓上對不對 然後在樓上的時候 你會看到朵朵放下的鏡頭 然後跑去爬牆 其實他放下的那個鏡頭 就是那些吐娃娃 就是有放鏡頭吐娃娃 我那時候在看他說 奇怪 朵朵為什麼手上拿了攝影機 朵朵不可能拿攝影機啊 我才想起啊 媽媽在兔兔裡面有放攝影機 因為我覺得這個沒有刻意剪出來 可是我後來想 原來是這一段 對啊 然後這一段我也很喜歡 不知道是什麼呢 其實他這裡面已經放了 超自然的東西 什麼呢 那個壞壞 誘導朵朵去跳樓 對不對 我們當時看到說 他幹不會吧 因為他跳下去的時候 你聽到狗叫聲嘛 對不對 可是我二刷的時候 我確定沒有聽到什麼 那種重物擊落的聲音 例如說 正常如果東西掉樓下去 對不對 要不然打到人 要把東西壞掉 一定會有例子 蹦或蹦之類的聲音 不管打到什麼 對不對 可是只有聽到狗叫聲 為什麼 然後現在躲躲的爬上來了 然後手上拿一把刀 然後去把門割開 然後進去拿DV有沒有 那這一段 我們如果腦部 我們可以想要說 壞壞 誘拐朵朵去跳樓 然後呢 他跳樓不是為了跳樓 而是為了拿樓下的刀 拿起來之後 朵朵被他用 超自然的力量 把他漂浮起來之後 再爬回去 把那個神明廳的門 破開之後 去拿DV 然後 你朵朵 讓朵朵去看那個DV 有沒有 就看七月怪談 七月怪談裡面的那個院裡 逼那個 聰老賽賽者的女兒去看錄影帶 那是一樣的感覺 有沒有 而且他一跳錄影帶之後有沒有 他反應跟聰老賽者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在那個七月怪談第一集有沒有 那個聰老賽賽者看到他 兒子看DV的時候 馬上抱起來說 你為什麼要看 我發現跟 跟這一集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 你們之前不是有問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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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角大概看到哪些 導演逼他看到哪些片單有沒有 嗯 你七月怪談就在裡面啊 喔 所以七月怪談在裡面嘛 還有什麼 欸沒錯 好像七月怪談 忐忑跟柯洛福還有什麼 忘記了 柯洛福好像記得有講 對對 因為導演說 有點久了 他也沒進得去 但是這三部是一定 好像還有忐忑吧 忐忑 忐忑 也是一部偽紀錄片 他講法國的 哺乳地道 對對對 那個遺道的事情 忐忑 我記得 幫助你給我去看啊 你講的是 莫米卡被錄期的那一部嗎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那一部就是 那一群法國人 那一群法國人 要到法國地下地步道探險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就是要先下去再上來 然後重複一樣的 就是路徑一樣 要找個魔法式那個 對啊 沒有 OK啊 沒關係 好 然後 你們剛剛講到一點 就是大俠講到那個 車上那個jumpscare 車上那個 蹦蹦蹦的聲音有沒有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只覺得音效很好 但第二次看我完全聯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嗯 那個 第二次看的時候 我聯想到什麼 中招的人 就是被 看到大黑佛母的臉有沒有 中招的人 他會做什麼事情 嗯 或者是說你看了DV的人 你中招會做什麼事 你是會開始失去意識 用頭撞牆對不對 嗯 用頭撞牆的時候 會發生他就這樣 蹦 然後開始狂撞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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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這種頻率 嗯 跟他們在鬼打牆的那一段 哦 他那個車子的上半部 所以上面是有人在頭槌嗎 還是那個 就是我後來我小 我個人腦補的一幕了 嗯 他們一開始在經過電那個電線桿的時候 有沒有 不是看到有人掛在上面對不對 嗯 他就是一晃而過 他不給你看清楚 有沒有 然後直到一直鬼打牆之後 他們就是在 電線桿下 踩住了 動不了了 嗯 好 然後那個女主角就是 DV 拿著網上看說有沒有東西 就網上看電線桿說好 看有沒有 有沒有東西 齁 沒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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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心來之後 突然間 蹦一聲下來了 有沒有 然後就蹦蹦蹦蹦蹦蹦蹦 我那時候二刷完之後 我想像的畫面是 電線桿上面的確 吊著一個人 嗯 然後 在他們停到電線桿下面的時候 那個人已經漂浮起來 在他車上面了 所以那個時候女主角拿DV 往上看的時候 電線桿旁邊的確沒有人 因為那個人已經在他們車子正上方了 嗯 然後等到他們放心的時候 人就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用頭一直狂撞他們的車頂 直到他們喊了那個什麼 火佛修衣 那個 就是一直喊那個時候 那個動動動的聲音才停下來 啊當然這是我腦補啦 我也沒還 我還沒問導演 但是我是覺得 體率才太像了 嗯 所以我個人覺得應該是這樣 但是純粹是腦補 腦補 因為我想說那個蹦蹦蹦 為什麼要這樣 的確很嚇人 沒錯但是沒有理由嘛 對不對 直到我看到後面的時候 就是 最後面他在交叉剪輯的時候 他把地道的 完整影片放在最後面嘛 對不對 然後阿東就是女主角的男朋友 他看到佛姆的臉之後 他就開始去撞牆 然後撞撞撞撞撞撞 然後加上那個企明 就是那個輔導員爸爸 他後來也是撞那個筆電撞 然後動動動動動動 幾乎都是這個頻率 所以我才聯想到 欸 車上那個聲音搞不好是這樣來的 我當時是這樣的啦 對啊 把他那個 他們在地道那一段 他不是那個 他男朋友就是看到臉了嗎 然後那個他突然一陣巨石 一大堆石頭垮下來嘛 對 那時候有注意 那邊 他那個上面的石頭有一大堆手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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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伸出來一堆手 他們有兩個 兩個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第一個 他們第一個是 男主角 那個阿東有沒有 吃了頭髮 在地上滾來滾去的時候 阿元轉阿東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開始出現一堆手了 但是那個手 比較近不多 後來呢 直到他們撞到那個地道的門 然後滾出去之後有沒有 手才一堆跑出來這樣子 所以那個手的部分 我記得有兩個片段 嗯 嗯 因為我這邊 那時候看到那堆手 我就想說 是不是那個那一堆手去敲 那個車子的部分 其實這也未必不可能 我說過這都是我腦補嘛 因為這個我並沒有問導演 對這沒有問導演 對對對 好 那再來那個 裡面的那個小女孩 就是臉上畫滿符咒的小女孩 你知道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馬上想到日本的塊壇 裡面有個故事叫 五耳方一 嗯 有沒有 五耳方一的故事 都聽過 我腦就不講了喔 重點是什麼 全身寫滿符咒 然後耳朵被割掉 有沒有 這個小女孩 最後怎麼樣子 耳朵被割掉 一隻後來裡面就割掉了 然後也是全身寫滿符咒 我們寫全針喔 那就讓我想到 五耳方一這一個 這個梗 當然我也不確定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啦 但是因為說真的 全身寫滿符咒的 就這一種做法 也不是走五耳方有做啦 我就知道四部電影有做 鬼妖鬼啦 然後香港電影邪啦 還有一些泰國恐怖片 都有這樣做過了 全身寫滿符咒 這不是什麼新鮮的梗 所以這可能只是我個人的聯想 而且還有一個很有趣 小女孩在帶她們 就是她們不是那個 破鬼特攻隊 不是有說要去偷拍她們 在例如說拜拜 有沒有 叫大家喝了死騰水 那搖來搖去有沒有 那種畫面的時候 想來不是走出來 然後帶著女主角去一間小房間 對不對 對 那個小房間有一堆小佛像 小石像 然後頭是轉過去的 有沒有 後來她不是去 那個桌子下面拿一盒東西 那盒東西裡面有青蛙嘛 對不對 然後女主角就趁這個時候 拍了天花板 有沒有 然後天花板拍來的時候 因為她是看到地上 好像低血的樣子 結果那個是 例如說那個鏽化鐵 鏽化鏽化鐵之類的那種顏色 就是腐蝕的那個液體掉下來 而且那個液體掉下來的畫面 剛好就是畫在天花板上面 的那個壁畫的時候 那個大培佛母的臉 有沒有印象 就是你看 她拍到大培佛母的臉的時候 那個臉就是一顆一個 血紅色的坑洞 然後再滴那個水有沒有 其實我才發現 其實跟你講說大培佛母的 某種形態的 有沒有 所以我不是說到時候 我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我只想說那個臉可能 導演第一次看的時候 可能覺得導演是故意搞神秘 不給你看 結果不是 那個臉已經給你看了 只是當時我們沒有看到後面 我們不知道 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二刷的時候 啊 已經 對 你知道嗎 這是二刷的時候感受到的東西 對對對對對 對啊 你這樣講 我都想到一件事情 你剛剛在讀那個簡介的時候 不是都講到腳傷對不對 什麼女主角因為腳傷沒進去 對不對 嗯 實際上那一段啊 我後來二刷之後 仔細看了之後想過了 嗯 女主角是因為 簡單講他已經中招了嘛 對不對 然後他在 呃 他在那個要進去那個動之前 他的下半身突然間不能動了 嗯 也就是 他不是呃 那個 他不是胯下流血的嘛 對不對 胯下流血 對 對 對 然後導致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下半身就不能動了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你看 當那個阿遠死掉的時候 有沒有 當阿遠死掉 然後阿東 阿遠阿東都死掉之後 他是用爬的去拿那個DV 嗯 有沒有印象 那個DV是阿遠掉在那個 路口的旁邊嘛 然後那女主角就爬了過去 因為那時候女主角的下半身就不能動了 嗯 然後那個畫著符咒的小女生 他不是拿了一盤東西 去給他喝 嗯 說完之後 女主角的腳就能夠動了 然後就爬起來就跑掉了 有沒有 對 那是什麼東西 對 OK 這個東西你二刷才發現 是什麼 嗯 我其實手刷就有看到 毯子裡面是青蛙 所以 所以 他在下一個畫面 那個毯子有被女主角打破 他裡面毯子裡面就是青蛙 嗯 然後你聯想到前面那一段的時候 小女主角有用頭髮去餵青蛙有沒有 嗯 然後我後來去問了導演說 那青蛙到底是什麼 我知道那青蛙是荷笑做的 對 那是為什麼特地要做青蛙 對 然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好啦 那個因為那邊才太冷了 他們帶去的時候青蛙都凍死了 所以 只要把青蛙做成特效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我知道 我現在要講重點了 青蛙做了什麼特別的意義 對啊 這個東西導演原本有洗 有洗 有拍 但是後來剪掉 嗯 就是 有拍一段就是 女主角 有聽到小女孩說 哦 他們是我的護法 護法 因為他養的青蛙是他的護法 哦 所以 你懂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他當時想要 他小女孩想要救女主角 所以他拿青蛙的那個湯給他喝有沒有 嗯 就是 體力他跑掉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小女孩那個時候是想要保護 而不是 而不是想要拖他一起進去嗎 是 嗯 我感覺是 因為 的確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前面那些東西 到後來都 好像沒有了 我幾點沒講 對啊 就 就只是好像 到最後你只能夠解釋成 好像只是 裝神秘什麼之類的 就是或者是 搞噁心 之類的 對啊 就是我去二十三週才發現這個戲九才問到 但是 有拍進去 但是沒有剪進去 對 但是小女生 但是小女生 那個的護法 這件事情 嗯 好像沒有其他的 這個東西都沒有講 對啊 他只有帶畫面說 你看那個小女生 一直用頭髮才餵他的青蛙 然後青蛙是藏在神壇的下方 嗯 其實如果是普通寵物沒有必要這樣 這個女生他本來是有方法在逃避這件事 就對了 嗯 我覺得可能是他養來陪他的 然後只是 因為那小女生從出生就已經被佛母當做一個祭品了嘛 可能就天生就有這種力量 對啊 然後他的力量積蓄在 那兩隻青蛙上面 所以他定期餵他的頭髮 因為 以頭髮來講啦 頭髮又被稱為血魚嘛 血魚 魚是剩餘的魚 嗯 然後 如果以玄學的角度來講 他有我們的人的精氣神的 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看很多做法都是拿頭髮啊 拿指甲啊 拿你身上脫下來的東西有沒有 這是有意義在的 所以如果說小女孩用他的頭髮去餵養他的青蛙 然後那個青蛙被他養成護髮也合理啦 反正這個東西只能是腦補啦 因為這東西都沒有 那些東西基本上沒有完全解決 不會拍出來 所以如果拍出來也太low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給我們自己想反而比較好 因為講出來就是變成像洪玉小女孩那種 那種東西 對對對對對 可是你不講的話大家可以自己去猜 對 嗯 有沒有 沒有你因為其實中間也有一些那種好像 按照這裡面的設定是他有去請那個什麼 別的公廟的 有 別的公廟的人其實好像一看就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才叫他說你不可以讓他吃東西什麼之類的 也就是說在那個設定裡面別的公廟的人知道那是幹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都不解釋 其實我說真的如果都解釋的話 嗯 你看 解釋會有點low 對對對 我覺得不解釋一下 我覺得他解釋太多了 嗯 是啊 你看連大俠都覺得加已經太弱 再加進就更多了 然後 你剛剛講說其實一些畫面其實剪掉東西蠻多的 我在看這一部我在看第一刷的時候啊 嗯 我就覺得導演有很多東西也沒有放進來 嗯 後來我二刷的時候去問導演 導演說的確有很多東西 他做了一些決定就是第一 如果這東西不放進去的話 對劇情不會有太大影響他就把它剪掉 嗯 然後再來就是他裡面一些很噁爛的東西 嗯 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放到這個群組裡面就是 導演他其實一開始有分享六張 咒的海報 嗯 然後有三張就是定案的就是你們看到的 就是比較詭異的三張 另外呢 有三張 一張是那個小泥人的佛像 嗯 另外一張是 我不知道你知道蓮藕手 空手指這個東西 嗯 就是網路上流行的 有一陣子流行的密集恐懼症的東西 就是一大堆 一大堆動動在手上面 對對對 就蓮藕手啊 然後蓮子奶啊 空手指啊 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會引起密集恐懼症的看來不舒服 所以這個 基本上算是網路靜遠 就是你沒事不要搜尋 你搜尋看了你可能一輩子不會忘記那種 嗯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他是要放進去的 所以他有做一張這個海報 就是一隻手 一隻手然後上面是一堆 一堆蓮藕洞的海報 嗯 但後來就是因為 我當然我知道為什麼 但是不能講 只能說不明原因的情況下被拿掉了 我知道為什麼但是不能講 就不明的原因的情況下被拿掉了 OK 然後還有一張是什麼 那一張就是 在開頭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看到一堆牙齒 然後是很多重複的那個蟲子有沒有 那個畫面 那個也是會引起密集恐懼症的 這個呢在伊藤潤2的漫畫裡面 有一個叫多蟲還是蟲蟲還是蟲子之類的 他裡面就有做到說 就是他裡面是有一對姐妹 他們受了詛咒 詛咒什麼 他們人會一層一層長出來 嗯 他不是正常的骨骼長 所以他嘴巴張開有沒有 他的牙嘴巴口像裡面 是一整排的牙齒 這是伊藤潤2的漫畫裡面 然後叫多層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忘記名字了 嗯 這個東西其實是真實案例 這個東西叫蟲齒症 重複的蟲 而那一張海報 就是那一張都是牙齒蟲齒症的海報 那個海報啊 他是拿真實的醫生拍出來的海報的 那個照片去改的 去修排一些東西修掉 然後調一下射調 這個如果你們想看 我再施下傳給你們 因為那個公開貼 我一開始我是有公開貼出來 但是也因為不明眼影 我必須把它拿掉 OK 我一開始是有公開分享的 OK 好啦 反正這個還有就是 我說過我覺得導引有些東西 不放 為什麼 因為畢竟這一部還是要在意票房 他不太可能像做酷杯那樣子 做那麼的 那麼的完整你知道嗎 所以我可以感受得到 當然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台灣的特效化妝 還沒有真的好到那個程度 然後一部分是特效化妝 沒有好到那個程度 另外一部分是 也不想要做到那麼程度 因為真的那樣子的話 這部片子大概會 可能上映沒多久 就很多人來抗議了 所以也刻意不做到那麼極端 你知道嗎 保證說我想看到的東西 有差那麼一點 也就是你看完之後什麼 就蜂窩心組織之眼啊 沒什麼沒有 潰爛啊沒什麼 因為我說實在話 其實理論上不是做不到 但是真的這樣做的話 大概就可能會先被罵翻天 說真的台灣人 台灣一般觀眾比較接受什麼 dump scale 你不能給他太耳爛的東西 看過頭 這種東西之後 像我這一種 口味獵奇之中的人 才會覺得OK 你知道嗎 但是我中我是少中 你知道嗎 考慮到票房這東西其實不能做 所以我當時看第一刷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是不是很多東西都沒有放進來 因為我總覺得少了什麼 後來跟導演聊說 他很多東西其實真的是有 考量之下 各種考量啦 所以導致沒放進去 可是我覺得他沒放進去 對大多數人講是好的 但對我來講我覺得可惜 對啊 這個東西如果 你要對核心 你要下到核心你就要下猛藥 但是你要太猛 對一般人來講可能又受不了 對 對啊 對啊 這點真的比較可惜一點 的確我同意這一點啊 就是不要 請不要為了取悅我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太子 我們人數太少 你看 你會嫌他說啊 那就說清楚 我的人數太少啊 沒有 但我也一直有說 就說其實不用太顧慮我的觀點 因為像我們這種人 太難被取悅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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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所以 都變成取悅我 我真的蠻開心的 你知道我真的很少 很久沒有看那一部恐怖片 讓我覺得 因為真的大多數恐怖片 結尾都不夠有力 你知道嗎 嗯 真的 結尾真的不行 對啊 而且這部片的結尾 差一個點我蠻喜歡的 嗯 後來那個起名啪啪 沒有 他不是有去解謎嘛 對不對 欸 我們就以為說哇 這個欸 因為我說實在裡面的角色 我覺得他 他算是鋪陳的完整 為什麼 嗯 看起名爸爸 一開始有 一開始採訪他的時候 有沒有 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當那個 輔導爸爸 幹嘛幹嘛 為什麼不自由小孩 他就先不講了 有沒有 然後後來呢 那個媽媽要把小孩 偷出來的時候 起名爸爸先上車了 嗯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著車把媽媽帶走 不解釋 也不解釋有沒有 一開始採訪他 啊 難道要走路無腦 無邏無邏輯的片段了嗎 還好啦 那邊 還好啦 我那邊 我知道那個男的其實是 在通勤啊 對 這還蠻明顯的 就是他在 不過 但是好像 感覺起來是為了 要為了女兒做的 就是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素未平生的女生 喊他爸爸 這樣子 然後他很想當爸爸 那樣子 所以 他願意為了這個爸爸 為了為了這個 叫他爸爸的女兒 然後 幫助 這個女兒的親生媽媽 這樣子 可是不對喔 如果你覺得這個媽媽有病的話 那你應該把女兒帶回來 才是最好的做法 是啊 對 但是後面其實好像有點講說 一開始他是嫉妒嘛 所以其實才 才去檢舉吧 還請報他 所以檢舉的是 檢舉的是那個 所以 在這一點上面 其實我覺得他情感傳達是可以的啦 對 這件事情啊 其實我可以跟 馬大解釋 這就是我上次有說的 其實 你要把小孩從 原生家庭裡面帶走 其實是對 小孩 是非常大的傷害 這是不到最後一步 不能這樣做的 所以 其實我在看這段 我就可以感受到 那個 念過幼教學的人說的話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可是我 我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那個 那個 我覺得就算 就算 他沒有特別說 我跟 這小女孩有特別的 連結 但是我覺得 我都可以理解 那種 情感 對對對 而且 他後面又有多 就是 應該 一開始我覺得這樣有點太突然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 他想要問小孩 應該 要遠離這個有病的媽媽 因為在別人眼裡 他就是有病的人 有病 而且他真的有病啊 所以他才會被剝離 那個監護拳 後來是因為醫生說他沒病了 才讓他拿回監護拳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 媽媽 一開始 請明爸爸去幫助媽媽的時候 我是覺得有點太牽獎 但後來有多補了一段 就是後來又交叉簡訊說 跟朵朵講說 你是不是真的想跟這個媽媽 他才決定去幫媽媽 有多補這一段 我才覺得合理 可是很好玩的是 OK 這個請明爸爸是不信邪 對不對 把封 因為 DV上面是有封那個符咒的 請明爸爸 就把符咒撕開拿走了 就是沒有那個符咒撕開的動作 但是你看到桌子上面 他是空的 就符咒是被撕開的 就被拿走 有沒有 然後後來 請明爸爸去解謎的時候 想 所以要主角換人了嗎 就原來請明爸爸去解謎 然後還問宗教學家 問朋友 然後跑去找雲南大和尚之類的 有沒有 我想說 原來是這樣子 正當我 而且後來他不是死了嗎 我想說 哇 解謎真的也死了 這個是 太強大了 就是又死了 但是後來 在女主角 在最後面 才 又放出來畫面 就是 女男大和尚解釋完 對不對 最後一句說 李小姐 我想 李小姐 他鏡頭拉過去 是肚子大了的女主角 我說 所以女主角 你早就什麼都知道了 那你幹嘛不跟請明講 讓他去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這一點我就有點小訝異 你知道嗎 那當然他有可能已經 自顧不暇了啦 對啊 這一點就是我覺得 哦原來 就是女主角其實 可是後來你想一想 這樣也合理 那這也是為什麼女主角 他已經知道一切東西的時候 他可以找到當地的神佛 當地的宗教性 去鎮壓他 讓他可以沒事 因為理論上 如果他真的這麼強大的話 你看電影的開頭 他的爸媽 車禍死掉了嘛 對不對 然後連去報警的警察 都開槍棒棒的嘛 對不對 他憑什麼沒事 有沒有 而且看過的醫生 為什麼沒事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被 他找了當地的 或者是他另外長大的公廟 幹嘛 已經鎮壓住了 只剩下小小的分靈體區 可以去 跟朵朵連結 直到朵朵封印解開 當然這是我的腦補 這是我的腦補 有沒有發現 朵朵把封印解開之後 什麼事都發生了 有沒有 為什麼他剛剛在講 馬上在講的時候 為什麼他剛剛在講 然後想到 確實是陰陽臉見子 這樣子的東西 靠 就是 那個什麼鬼來了 我看得到 但是我不能夠 讓他發現我看得到 然後 硬撐 然後 我就是不要演出那個 我就是不要像恐怖片的女生 那樣子反應 這樣 然後抓住拳腳 嘴巴抿住 快要溜出來 那樣子 然後 他旁邊的 你看得見我嗎 欸 可是你真的看得見我嗎 沒有 不過我要說啦 這個題外話 就是 就是我們目前對於靈異的東西 那個什麼 台灣目前好像還是 還停留在恐怖嗎 是吧 我們好像比較少去把它做 靈異的那個故事 然後去做一些別的類型 像陰陽眼見子 事實上他是做喜劇類型 對 然後或者是像那個 美國他們那邊 事實上會做那種 那個什麼 警匪類型 哈哈 就是他黨警匪類型 就是鬼死了 那個人死了 以後然後還跟那個什麼 跟警察 有啦 台灣有地球分局啊 喔 對 有欸 鬼屍 鬼屍啊 不是 月老也是啊 月老也是靈異 靈異題材 也算啊 月老靈異題材 對 那個就做得不錯 其實台灣都有做過啦 可以留下太大印象啦 因為畢竟 呃 有時候本土話太過頭之後 會忘掉這個東西 原本的感覺啦 嗯 因為我看完第一眼 哇 難得看到一部本土的恐怖音 有哥蘇魯風格 是沒錯啦 呵呵呵 就是 就是 我們剛剛都已經提到說 台灣的那個 點直跟創意之平法 所以 能夠有這個 真的是滿 已經不容易 是啊 是啊 所以 為什麼我覺得 大家要且看且珍惜啊 文雄講得更狠 膽子夠大 讓女鬼放慘假 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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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 哇 我都想要那個 真子有沒有 我們大家都想要 就是 那從七月怪來 竹子真子的方法就是 親他 他出來之後就 爬出來之後說 哇 有女生進入房間了 太好了 變吵 天啊 那個什麼 你們在 有各種粉粉有沒有 那個什麼 宅宅促男 宅宅促男的慾望是 什麼 是無法測度的 鬼 就是 不是說什麼 當兵三年母豬賽雕場有沒有 那個 單身三十年 真子賽雕場 那個什麼 真子都能夠當老婆 對對對 爬出來 老婆 不是 本來就是那個 七月怪談那個概念 本來就電影少女啊 而且在七月怪談之前 就已經有電影少女 是從電視裡面出來的 好不好 而且 那個你後來看那個 曾子 曾子的後面的故事 欸 演曾子的是誰 你知道嗎 中間遊記會耶 嗯 大美女耶 哇塞 然後二代演曾子的那個是誰 那個那個 另外一個 哇 演曾子都很正耶 對啊 都超正耶 他缺女有缺 我缺女有缺到這程度 我常說 真的演了 演曾子 你不能怪人家 可是 七月怪談第一集的曾子是男人演的 沒有就是那個眼睛是副導演啊 我記得 就是那個 副導演 我們身體是男的 演員是演的 我記得好像是啦 OK 第一集才是男的 後來就女的了 OK 好啦 欸我剛要打打打了 曾子啊 曾子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啊 曾子一出來已經是濕的了 好糟糕喔 你 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那個 他進去的時候會感覺很冷啊 老二會受動 你知道嗎 沒關係 不是啊 那你就要用你的體溫 搞白了 你要說什麼 你冷吧 我讓你溫暖起來 哈哈 哈哈 現在 那個 這個 這時候陳佑就很MAN了 你知道嗎 你的手好冷啊 對啊 哎呀 你的手好冷啊 那個 立刻我就幫你戳 然後他就 我跟你講 現在飛機杯有一個暖暖棒啊 你可以先放進去給他加溫 你也可以用那個先幫曾子加溫 溫熊說設定上曾子是陰陽人 好 對 在 因為這是後面的小說兩本的故事了 對啊 後面 其實曾子 他在設定上 他的確是陰陽人 他要兩個的那個 兩個雙心熱爭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真的人 這是二三集的故事 二三集七月怪談 其實是很精采的科幻故事 但是因為 對 大家來講 好 但是因為當時陰陽 就是那個七月怪談的拍了陰陽的電影 金嘴總 大家往前來 就是他們就是看到第一集很受歡迎之後 就決定用恐怖片的方式去拍他 實際上後來在拍第二集的時候 是有打算走科幻風的 但是很多東西都解釋不清楚 所以導致我們看不到在做什麼 可是 復活之路 對 復活之路的東西其實 的確是在小說第二集裡面的劇情 但是他沒有講清楚說 第二集他講的其實是Matrix的故事 他們在一個矩陣裡面 這個東西第二集根本沒有講 所以我們會看得很奇怪 對啊 第二集事實上那個什麼 男的又回來了 然後什麼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其實只是一個 一個程式碼問題而已 第三集就解釋得更清楚了 第三集的反轉真的有夠 那個 喜歡七月怪談的小說二三集一定要去看 真的 我說實際話 七月怪談的小說二三集 真的讓你 真的有做到這個意料之外 情理之內 然後後面的結合 喔 幹這結尾他媽太棒了 突然間 因為我剛剛 你們在講的時候 我開始去找發現 喔 原來七月怪談復活之路 有重新上映 有重上嗎 2019年欸 2019年有重新上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是舊的還是新的 欸 復活之路應該是舊的啊 因為後來拍的 對 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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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的時候車庫把它 重重重重重新上 然後現在才看到那個什麼 那個靈異照片 預告片裡面那一段靈異照片那一段 就是後來被金聲尖孝山拿來 開玩笑的那一段 就是那個 就是你的朋友的照片 是白的 親愛的把它翻過來 然後翻過來說 就是傑夫 然後那個點就歪歪的 然後他在那邊 然後就真的長了一個在那邊喝水 那幹嘛這樣 好笑喔 好吧 沒有看完金聲尖孝山以後 你看七月怪談 都沒有辦法認真看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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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再講一個你們應該 這邊你們應該沒 就我們這邊 除了我一位應該沒有 我相信我們頻道在聽的人有人知道 但是我相信你們都不知道 就是 呃 我今天有PO一個文 說 一拳超人裡面的神明 出現在了 咒這部電影裡面 你們是不是聽不懂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聽不懂對不對 不是 不是 亞人歸亞人 一拳超人歸一拳超人 那是不一樣的作品 好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呃 我們去看那個 咒的時候啊 阿東 他不是用頭撞牆對不對 嗯 撞完牆之後阿東 阿遠是不是 叫阿東 阿東說轉過來對不對 嗯 阿東轉過來的時候 他的臉是長什麼樣子 嗯 是不是 他不是爛掉臉 他是那個 一個動一個動一個動 然後血肉摸摸 沒有 他已經沒有五官了有沒有 嗯 這個臉 就是一拳超人裡面 神明的畫面的臉 好吧 就是那裡真的很像 欸 幹 這不是神明的臉嗎 沒有辦法連講 一拳超人 沒有 一拳超人你有看嗎 有啊 那那個 神明出現在月球那一段 你看你有看過嗎 不太有印象 對因為 OK 反正 如果你去 你回去拉畫面 有流浪帝那一段 還有神明出現在月球那一段 你看那個 那個 神明的臉 幾乎就是長那樣子 嗯 然後你只要把神明的臉 透上紅色幹嘛幹嘛 就跟阿東 他 後來臉爛掉的畫面是一模一樣的 嗯 嗯 好啊 好啊 我說這我看我敢不會吧 可是我這絕對是巧合啦 這絕對是巧合 百分之兩千是巧合 你如果提出來 還不是巧合 這下可能就有著作權問題 你知道嗎 沒有啦 臉爛掉這個沒有什麼好那個的好不好 而且 畢竟神明是光頭嘛 而且全身爛光光 神明是光頭 好啊 變成死侍了有沒有 欸欸 死侍欸 沒有 神明不是應該是瑜伽 不是那個 釋迦頭 不是瑜伽 釋迦頭 釋迦頭是佛祖啦 佛祖 啊不是神明 好好好 神明跟佛祖是不同的東西喔 嗯 對啊 好啦用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啦 好吧 好啦 那個反正 那個 等一下 陳瑞卡說什麼 我原本想說 我其實聽完馬 我原本對於 周這部片還蠻 有好感的 就是說雖然他沒有到很嚇人 可是我很喜歡他的劇情 跟他的表現形式 但剛剛經過馬達這麼一講之後 我有一點點改觀了 因為馬達不是說 哇裡面其實 他有一些東西可以做到更 呃 就是更把它拍出來 或是說有些東西他為了票房的考量 他就把它刪減掉了 想說怕這樣嚇到觀眾 但我就覺得有一點點覺得說 因為我原本只是想說 啊 他可能 心裡不是放在那邊 因為他可能 更主要是想要講那個母女的故事 所以也許他呢 在怎麼嚇人這方面 怎麼弄得更噁心這方面 他也許沒有想到那麼多 所以我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他是有 但他因為 這種原因 然後就說回去的話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 嘿你在 你在怕什麼啊 沒有這一點 這一點我的確要 我不要說罵啦 就是 以我的角度來講 我是不滿的 因為 母女之間的 這個已經看太多了 我說著他母女之間 之間的戲是拍的不錯的 因為我媽媽還為了女兒去偷風箏 然後朵朵還說 媽媽這樣偷東西不對喔 然後還有 女兒吃了鳳梨之後 媽媽去把他挖兔那個畫面 這兩個畫面 我都看哭了 我都看哭了 看哭了有沒有 去 偷風扇跟 而且 而且其實我覺得 去挖鳳梨那一段 他總可以聽聲音 不給你看畫面 這個就更那個了 你知道 其實這個很有技巧 對 對啊 對啊 因為不給你看 你反而會有 去想像的畫面 而且聽了 你想像一個 這麼小的女孩子 要七天級 不能吃東西 然後給她吃 給她吃鳳梨 那是好 其實 那一段 我覺得那一段 有一點那個什麼 那段有點像是 我在玩還院的時候 那種感覺 喔 有有有有有 因為還院裡面也是一樣 他為了要吃他的女兒 結果他就去找 池谷觀音 對不對 邪教害死人 結果池谷觀音 就是要他把他 泡在那個什麼裡面 然後結果 你用一些偏方 然後又又好像 反而害了他 什麼之類的 其實那一段 我是也覺得 就是在劇情還沒有明朗之前 我其實在想說 他是不是反而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反而害了他之類的 就是這段其實挺矛盾的 對不對 而且你想喔 正常來講 怎麼可能七天接 不知不合 只是 好吧 這也是咒裡面 我其實覺得 我還是在那邊 再一次出戲的一個原因 因為 在這一部片裡面 科學是 顯然是 科學與醫療 算是比較無力的 對啊 但是科學與醫療的無力 但是這個沒有反應在 沒有反應在他們 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的那個 可能他們的演員 或者是幫他們做的那個 技術性的台詞的部分 就比較缺一點 所以你就會覺得 好像你很難 相信說 醫生這邊沒有辦法 幫他處理什麼之類的 只有魔法才能夠打倒魔法 醫學是沒有用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邊可能 必須要用醫學的方式去解釋說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之類的 就是他 他這邊有點 對有點 弱 就這一邊醫生都解釋說 就我們會經歷 我們會經歷 對就是 因為我希望 我希望這邊應該要組織幾句 那個什麼 專業性台詞給我 我覺得 要不用耶 我覺得這樣有點 我反而會出戲耶 因為這一部的阻止 就不是說醫學大戰 醫學大戰 沒有那種感覺 會讓我覺得 好像他們也沒有盡力的樣子 好吧 這個我龜毛 我太龜毛 醫學大戰靈異 不是一個很好的片名 對啊 醫學在靈異面前 無能為力 這時候這個的壓迫感才大嘛 然後 鬼師就鬼師啊 像那個什麼 鬼師啊 鬼師就這樣子啦 不僅僅是鬼師 沒有 像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奇異博士 那個是三母雷米 每次都記錯了 三母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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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喜歡玩那種東西 就是那種 一群在手術室裡面 然後那個 突然間出現很可怕的畫面 然後連醫生都嚇到了 然後無能為力 眼睛 大大 然後鏡頭推到他眼睛有沒有 靠 我們這時候知道科學無力 就是這個 這個動 這個魔力實在太強了 然後 連科學都會掛這樣子 對啊 嗯 嗯哼 嗯 怎樣 啊啊 我說實在話 雖然說很多不精彩的電影 但是我說真的 以我目前來講 我最喜歡的電影 也不是星星炸彈 嗯 是鬼玩人第二集 啊 而且 我說真的 鬼玩人啊 鬼玩人這個系列 是唯一一個 你有拍影集 而且影集的部分 跟正片完全能夠無縫連接的上 嗯 能夠一整個系列這樣30年下來 嗯 那個 統一的 就是 一致的風格 30年下來都保持的 這不容易 嗯 嗯 對啊 所以我說鬼玩人才是我心目中 我覺得最 我個人覺得 簡單講我會常常去重刷他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嗯 我很喜歡 可是我其實比較喜歡第三集 魔戒英豪 對 魔戒英豪 魔戒英豪也是很逗啊 魔戒英豪很鏘啊 就突然間被轉到了異世界 然後突然間又 又變成 就變成古裝片了 然後 那你要去看影集 我跟他影集跟魔戒英豪很像 他騎 他騎上馬 然後 那時候就很熱 你知道 這部片變冒險電影 好開心 你知道 好 Alright 我們這家我也蠻喜歡的 就是我家大師 你看 第一部是低成本 恐怖圈啊 拿到土星獎之後 給他十倍的成本去拍第二集 可是其實第一集跟第二集 劇情是可以連接的起來的喔 因為記得第二集的後面有沒有 不是多了一對人來找 來找那個主角嗎 對不對 但是第一集是沒有這畫面的 所以大陸的UP組 就把第一集跟第二集的片段 連接起來 連接成一個故事 然後再把第三集 然後把影集接下去 對啊 這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的原因 就是他可以這樣無功連接 把之前的作品全部集合在一起 這就不容易 尤其是三集的IP 你看 星戰或是什麼東西 Star Trek Star War 任何的東西 像包括最近的魔戒要拍影集 自己的劇造出來就罵死了 你看多少 多少部作品 在經歷過時間的洗練之後 要嘛不是被罵 要嘛不是爛掉 好吧 對不對 很少有能夠真的維持 一貫的風格到這種情況下 鬼玩人我知道是一個 其他的我就真的 畢竟鬼玩人系列 一路以來都是同一個導演在搞 而且他在玩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玩心比較重 是啊 然後我又很愛這一種 沒有 啊那個陳友 你剛剛講那一點啊 就是事實上他在母子琴之間 他的確放了蠻多蝙蝠 但這一點 就讓我想到個台灣電影的缺點 就你知道台灣電影就是 你不夠矯情就賣不好 嗯 不夠矯情的電影是賣不好的 嗯 來你是幾部很矯情賣很好的嗎 比比配什麼東西 你說幾部 那個很矯情然後賣很好的 啊 當然能戀愛詞啊 然後比背上來背上來的故事啊 是不是賣得超好 嗯 是不是 是不是賣得超好 是不是超矯情 對對對 踩矯起來就好好啦 哈哈哈哈 有沒有那種 我們覺得看的一點都不尷尬 一點都不會矯情 我們超愛 但是呢一般大眾不買單的國片 有這種東西嗎 好像還沒有 哭杯吧 哭杯是矯情嗎 哭杯不是矯情 陳佑你再講一次你剛剛講的 我不是很聽 再講一次你剛剛講的話 陳佑 陳佑 悠悠老師 我剛剛他媽的忘了開麥克風 不開鏡頭也就算 連麥克風也不想開了是不是 好 快點 我露三點可能比 半瓶酥酥酥酥更沒有人想看 他現在都在外面露三點就鋪路狂 警察叔叔就是這個人 對我等一下就可以去 警察局裡面幫各位直播了說 你因為鋪路狂被抓走 會是什麼樣的狀態這樣子 沒有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因為你說台灣片好像不矯情就不會有人喜歡 就賣不好啦賣不好 不過矯心也不一定有用相信我 對 矯心也不一定有用 一部片要賣得好要天時地義人和 對啊 流量密碼沒這麼簡單啦說實在的 可是真的賣得很好的台灣電影都蠻很矯情 這是我看到一個人寫的觀點 其實我後來一開始看我覺得有這樣嗎 後來心想真的是這樣 一開始我覺得 不是後來心想還蠻認同的 對啊 應該這樣講得好 我們這一群人真的是比較不一樣的人 對啊 所以我們都希望看到新東西 而不是看到老東西可以重複的 重複的anything知道的 對啊 對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說 他不應該在展現噁心或恐怖畫面上面刹車的 對啊 因為 呃 你如果 在這邊刹車了 你如果在這邊縮回去了 那 你就 怎麼講啊 我大概懂的意思啦 就是你要去到最近 然後才讓有感光刺激這樣子 也不 不 不一定要感光刺激喔 你這樣子才有可能展現出你 最極致的 屬於你的特色 你看像那個 酷杯的導演啊 他就沒有在怕的啊 所以他這樣搞一搞之後 哇 我跟大俠看了我們都覺得說 哇 這也是快要接近獨步全球的狀態了 對不對 我看我 我看酷杯之後 我都覺得那個 新版的那個 那部鬼玩忍啊 啊 我沒看過舊的啊 我看過新版的鬼玩忍 我都覺得新版的鬼玩忍 那牌的那殺小 那跟酷杯怎麼比啊 爛爆啊 你說的是重啟的鬼玩忍嘛 對不對 對啊 就是那部 我相信那部 對於一般人來說 那部可能已經 很 很恐怖了 可是跟酷杯來比 哇靠那個 根本就只是小 就只是小兒科而已 你要看最恐怖的 要看台灣的啊 對我覺得 你又去到最近 你就要有這種 魄力去做啊 就算大俠不挺你 我們這群影迷也會挺你啊 你看那個 王毅凡他在拍 那個 超出立法院的時候 他就沒那麼怕嘛 那就會有像馬大這樣子的影迷 去給他 四刷五刷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可以成為一個 在國外拿獎啊 但是你試想一件事情 有了 逃出立法院 有了酷杯是兩個案例 嗯 那你覺得 蛋蛋好這樣幹嗎 你說誰 有了酷杯 跟唐出立法院 這兩部片房都千五百萬以下 我也不曉得 我覺得反正你 哦 那個啥 他們想活下去啊 接下來就知道 他怎麼 因為其實這些 這些 都是當事人要自己做的決定 是啦 他要去到最近 那個什麼 孤注一職 這是一招 對 然後那個 他覺得收回來 會比較讓大眾能夠收 那個 能夠 大眾比較容易接受 這又是另外一個選擇 對 這概念基本上是一種投資的選擇 你自己本身 要做出這個決定 因為很多 就像雷利斯考特那種東西 雷利斯考特其實我覺得他的手法很冷 你知道 可是有些人也會就是 他還是有一批人在欣賞他 他還是曾經也在一段時間 有獲得有獲利這樣子 欣賞他的人夠多啦 才有辦法這樣玩 我只能說 其實我自己經歷過的類似 也曾經經過那麼一輪 我其實真的覺得市場那個 的決定真的很難 很難指手畫腳啦 你知道嗎 對因為 很多時候賣座 有的時候也是 他本身的實力是一回事 他市場當下的觀眾接受度 又是一回事 然後當時的風向 是否能夠接受 又是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 我只能說每次的調整 他每次都會有顧慮市場的考量 這一點我覺得是無可後悔 因為我說實在話啦 鬼滅跟 咒術人上我都有看 是不錯看 但我真的不覺得他給他這麼好 為什麼他給他這麼好 我只能說就是天使地義人和 對啊 還有一些那種 比如說 而且再加上 比如說他像現在是有一個 那個什麼 熟 就是那種他的商業壓力 如果我覺得他 假設他是那種 像以前決定派對這種 也許真的去到最近 沒有什麼損失 因為就大不了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 哭杯 會弄能夠弄到最 就是去到最近是有 他的 就是他的這個什麼 環境本身 跟那個條件 比較有辦法那樣做 因為出資者可能 可能在弄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出資也沒有出到某種 或者是他沒有一個 那個什麼 覺得一定要 這個東西一定要能夠做到大賺 然後回收那種情況 他可能頂多是他的目標 是要做到其爭議 讓大家開始討論這件事情 那他就成功這樣子 是啊 就是 哭杯的出資者是麻吉 麻吉的話 基本上 他做的是 他有比較 他比較習慣就是 就像你說的 他把事情抓人家知道 但是有沒有回收成本 這個的成本 他當下可以考慮 因為後續的效應 對他來講比較重要 對啊 然後我們回到 你說講哭杯跟 那個 陳佑剛剛在講說 做到這樣子 我們這一群 影迷絕對是 愛到不行 可是說實在話 那他們基本上活不下去啊 大多數的人 應該不太可能為了這種事情 影迷愛到不行 那個時候 影迷也頂多是嘴巴上跟他講 你不會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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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什麼 讓他有賺 對 所以 好吧 所以他們 他們的選擇我覺得 不會是問 應該這樣 以 以咒來講 他給我的驚喜其實夠多了 所以我不會那麼在意說 那些噁心的東西有沒有太多 因為 我個人最欣賞的 其實還是他的交叉剪輯 他這個交叉剪輯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 前面一堆一堆東西出來之後 後面慢慢給你剪 再加上那個結尾 的通道 我真的是 我愛 我真的也很少看到恐怖片結尾 是可以 那麼的 讓我有意料之外 這是我特別欣賞的原因 對啊 好啦 大概就這樣子 其實我還可以講很多啦 但是有點累 對啊 那可是我們 既然都已經兩點了 還有想要亞當嗎 要聊亞當嗎 還是我們要下個禮拜再聊 你們前面聊太久了啦 你們前面聊 聊到什麼點 超時空亞當計畫 好像也不是 當當檔片 他就上禮拜 那輩子啊 我是看完了啦 對啊 但是我覺得這輩子就是 聊個熱而已啦 說真的 他就爆米花片 他是非常典型爆米花片 但是 我覺得Netflix裡面非常 表現的算非常不錯 看不錯了 看不錯了 對 跟鬼影行動比較好多了 好啦 鬼影行動我不討厭 但是鬼影行動比 跟最近的這一部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麥可貝這部芯片 結命救援 結命救護 結命救護 跟結命救護 比起來 結命救護 可能一般人比較吃 對 鬼影行動 太太瘋狂 就是這個 這叫做 太癲狂了 就太癲狂了 對 好吧 那下個禮拜再聊亞當好 那個可以正好可以把他跟那個什麼 傑命救護一起一起排在一起 我朋友有看了他說還不錯 我很喜歡啊 我其實很喜歡啊 對啊 雖然一直在簽保密或是什麼的但是 我只能告訴你說我很喜歡 但是我不知道他因為他那個簽的保密時間延得太長我真的不知道我到這時候還有沒有心情 寫影片 為什麼 他就是要到24號早上 所以我就有一點 24號早上 24號才上啊 24號才上啊 所以我就有點銷火 看完當下我其實是 怎樣 有必要保密成這樣嗎 我也有點疑惑因為那個他預告片基本上劇情全部都講出來 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那個什麼他其實 是 就是台灣可能真的是第一個試騙 他可能真的領先全球太多 所以才會這樣 好吧 好吧 我再講一件事情 揍究竟恐不恐怖 對我來講 其實我覺得他一定都不恐怖 就跟仲夏宴一樣 我以前都不覺得恐怖 但是我他媽有多喜歡 喜歡 但不恐怖 對我很喜歡 就他就跟仲 他等於算什麼他是黑暗版的仲夏宴 台灣民俗版的仲夏宴 這樣講比較好一點 因為仲夏宴他是很屌 他有趣在於說他幾乎大多數的畫面都是白天 然後大多數的色調都是溫暖的暖黃色暖白色 有沒有 而且他就是有做一些噁心畫面讓你突然間有scale 這麼溫暖的畫面突然間出現這麼噁心的畫面 讓你有那種高低反差 而且我記得仲夏宴他其實 我聽說啦我不確定就是 我聽說他事實上是有拍出說 有人飛在天上面的畫面 但是因為 他不想把這波片子的 東西定義成說有超 簡單講 你看完這部電影之後你可以想說是邪教電影 你也可以想說是 超那個 超自然電影 可是這畫面不弄出來的話 看的人就會討論說 他到底是 超自然電影 還是邪教電影 有沒有真實邪教電影 就不能有超自然力量嘛對不對 可是有飛的話那就有超自然力量啦 對不對 他算是開放性的一個做法 這是為什麼這一步 很多人越討論越有趣的原因 其實做也有一點點啦 你看做最後面的結局 他不是放出小女孩 健康的畫面對不對 你看完之後你覺得小女孩就是得救還是沒得救 你覺得呢 我覺得沒得救 OK 好 你覺得沒得救那你跟我一樣 因為恐怖片其實不太需要 告訴人家一個良好結局 說老實話 不太需要 對 就 恩是啦是啦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你是像我們這樣喜歡悲哩的 我們就會把他當作是他是過去的畫面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悲哩的 你就會把他當作是 之後女孩子 你就是躲躲恢復的畫面 恩 因為他沒有講詞嘛 所以你可以 開放戲的決定你要做什麼結局 我覺得這一點倒是我反而 那個什麼 因為剛剛一直在講像火神的眼淚那種 我希望他們 覺得可以給 那個觀眾一個比較光明面的那種 的結局 但是 恐怖片我發現我反而覺得 好像他不太需要真的很光明面的結局 因為他本來就是道德批判很重的東西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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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 陳某直修 沒有不用HAPPYENDING我覺得也很棒 對 對啊 好吧 Alright 那個時候今天聊咒聊滿久 對那個時候 明天把 明天把他整理出來那個時候 看看柯島 會不會滿意 哈哈哈 柯島現在 最近 我可以看到柯島其實蠻緊張的啦 他其實一直都很 就是那個時候就一直盯著那個社群 然後那個時候希望到處 在看他們那個 就是 像高明勝很挺啊 高明勝寫了一篇 哇還被那個什麼幾千讚 對啊就是 7000多人分享 那蠻厲害的 那很驚人 那個真的是已經是 超驚人 對啊 那好啦 我想一下我最多分享也才 三四千人而已 對啊他這個其實是現象級的分享 現象級的一個評論 我那個還是 戴上了星際大戰7的順風 我怎麼辦法那樣子 嗯 OK 然後那個 我再講一件很好笑 我又俯視一下小一點 欸你知道我以為 我我我我我 我其實有YouTube嘛對不對 我都佛系放癢嘛 放東西嘛 我以為這影片已經快破 千萬 瀏覽率了 你說哪一個啊 我的我的都是我去那個 星鎮金點 你說雷帕克 雷帕克 對對對 那那個 那個影片 居然已經有 900多萬點閱率了 我還收到獎勵金了耶 我以後 我完全不管了 居然我說要獎勵金我嚇一跳 嗯 好誇張喔 9百萬很多耶 9百萬超驚人的 沒意外這禮拜跟這破獻萬 嗯 空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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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力的指引 原力的指引 感謝雷帕克 OK 完全不會想到這事情 好啦 OK 好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下個禮拜再見 好 要去看趙喔 要去看趙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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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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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善良的 戰時 戰時 正義在你 那些中 汹湧 澎湃 澎湃 Zither Harp